第1141章正义之城的解放宣言 其实 韩非早该想到 如果正义之城就是人类最后的地盘的话 那还有千兴成什么事 人类早就绝了 收敛了心绪 韩非对西门林兰道 我来说 西门林兰点头 你来 我不会 韩非 你曾在羽城带过 这座城最中心的区域是哪 西门林兰想了一下 新塔 很高的几座塔 那是羽城世家大族出售资源和兑换资源的地方 韩非笑道 那就去那 韩非声音阵阵 中卫同胞 我们于新塔至上等你们 快 去新塔 速度 抢位置了 兄弟 等我一下 片刻之后 韩非他们来到新塔 看见这里早已人满为患 有人占据最佳的地理位置 正笑着说道 去赌城的都傻 羽城人口无数 复仇者好赢了大族 夺下羽城 必定要宣布一系列大事 哪还有比新塔更好的地方吗 当韩非看见那所谓新塔的时候 发现这塔成圆柱形 高300余米 宽100余米 足有三座 呈三角状而立 来了 他们来了 有人在高呼 具体呼什么 乱七八糟的都有 还有人呼救世之主的 却听韩非道 林兰 老甲 待会一人一座 将这三座塔给我毁了 啊 甲无形亚裔道 不是 韩帅 你刚才不还说 不要破坏城内建筑设施的吗 韩非道 让你毁你就毁 哪那么多废话 就听韩非高呼道 朱卫 离开新塔 让开千米远 当人群涌动 开始往后退去的时候 韩非低喝一声 动手 毁掉 果然间 在无数人的目光中 就看见韩非 西门林兰 一个凶悍男子飞 林三座星塔 其中 以韩非动作最为强势 他手中直接出现一柄大锤 画金天锤影 就那么当当当连续敲击几下 星塔顿时崩碎 烟土飞扬 西门林兰手持双刀 急速掠过星塔 在定睛一看 整栋建筑上全是刀痕 跟着纷纷碎块式的坠落 甲乌形以拳轰击 为彰显探索者力量 从天而下 一拳将星塔轰穿 在无数人的惊呼声中 韩非高呼 人类同胞 莫要惊慌 星塔 乃是世家大族 给你们兑换物资的地方 而今 星塔已毁 代表着世家大族的时代 已经过去 全新的时代 已经来临 好 毁得好 有人振臂高呼 吼声轰呜 随之一呼百应 声音让潮此起批伏 解恨 早该毁了这地方 可惜里面东西都被带走了 反正没有大族就是好 韩非快速落下 重力法则覆盖百米 以距离碾压 这些都是寻常建筑 又非灵气之流 不过顷刻间 这些碎石便被韩非碾压成了平地 跟着 韩非随手一丢 一根大棍置于地面 随着韩非心中移动 那棍子快速升高 直达百米才停下 已经变成了一根擎天巨柱 立在巨柱顶端 韩非低喝了一声 忠味莫慌 且稍等片刻 等诸方人流到齐 七门铃蓝传音 要等吗 那些人 目光好炙热 韩非不动声色地回应 这叫营造期待感 赤装 哦 是凝聚人心的好时刻 看着那些正小声或传音议论的人群 韩非嘴角微微勾起 真的是好多人呐 当真用人山人海形容也不为过 周边建筑 反正能占人的地方 全都占满了人 还有执法者 直接飞在天上 静静等待 看见这些人 韩非不禁唏嘘 如果自己将来成王 也有那么多人为官 似乎也是一件挺爽的事情 过了约莫一炷香左右的时间 该来的都来了 挤不进来的 也只能在外围听着 不过 此番宣讲过后 宇成内外 都会知道内容 却见韩非手中出现两柄大锤 当得一声敲击 韩非 安静 当一轮声渐渐平息 韩非收起大锤 拉着有些局促的西门林兰站在旁边 只听韩非声音如雷 响彻晴空 诸位 想必你们已经听闻过复仇者号的传闻 没错 我们 曾和你们无数人一样 被大族所破 被锦离乡 我们 深知世家大族对人类的压迫 占取资源 压榨万民 罪名之多 庆竹难输 所以 我们回来了 怀揣梦想和光明 向他们复仇 侥幸 我们赢了 猴 好样的 复仇者号无敌 屈空之上 三名尊者脸色铁青 大族刚走 这混蛋就来败坏大族名声 虽然本身名声也不怎么好 但是被人如此红果果的说出来 割水脸上那都是挂不住的 这王自然也来了 如此盛世 他岂会错过 韩非再次敲锤 再次高呼 海族欲谋我人族之心不死 我人族内拥外患 焉能抵御外族 复仇者号此举 乃顺天时 应天命 十八年前 十万大山人类 黑石成尊者联合 共激海族 为我们赢得五百年乱世 你们也可以理解为盛世 乱世之中 必出枭雄 我身边这位 曾经的羽城西门大族器女 西门玲瀾 又时被夺八级灵脉 不甘屈服命运 渡山寻道 转战百万里海域 于这乱世之中 还复仇之心 行就万民于水火之雄心大志 此番归来 便是解放整个羽城 让羽城之下 人人皆可成自由之谜 吼 吼 西门玲瀾 西门玲瀾 乱世枭雄 西门玲瀾 好 誓死追随 韩非也不管下面具体喊了什么话 正酝酿接下来的话 倒是西门玲瀾大炯 传音道 你扯我干什么 什么乱世枭雄 我哪有什么雄心大志 韩非 不慌 你先淡定 韩非继续高呼道 今 在我复仇者号全体高层 尊极强者合力支持之下 西门玲瀾 当为羽城城主 广传功法战绩 空余场驻村镇 新名策 降税费 成劫掠之事 反正 就是一句话 当平事间不平事 有人高举的双臂就没放下来过 喉咙狂吼 无数人同声大喝 声如浪潮 支持西门城主 有人泪洒长空 曙光 真的是曙光 韩非身后 假无形等人身体战得比值 自己这就成复仇者号高层了 脸上被感荣光 韩非轻轻一笑 大锤在敲 扭头看了西门玲瀾一眼 然后递了一枚玉剪过去 照着读 西门玲瀾脑瓜子嗡嗡的 莫名其妙 就成城主了 不是你当吗 西门玲瀾连忙道 怎么是我当城主 不是你当吗 韩非 管理一成 得实力最强的站出来 你探索者 我执法者 我当城主 人家也得幸福啊 快读 别让人久等了 西门玲瀾握着欲剪 精神力一扫 顿时神色紧绷 脑瓜子依旧嗡嗡的 感觉除了念字 啥也不会 自己就是个念字机器 但好歹 自己也是探索者了 西门玲瀾连忙稳定了一下情绪 保持着高冷的姿态 心想着下面全是鱼头 对 全是鱼头 我对鱼头念字 在万众期待的目光中 西门玲瀾缓缓开口 我是西门玲瀾 我宣布 凡在昔日与城之下 无论是本城 亦或是村镇 都应在此时机以后 永远获得自由 下方 山湖海潮 声音阵阵 飞声迎天 西门玲瀾下意识 愣了一下 然后连忙继续道 不论是曾经的世家大族 还是现在的复仇者号 亦或是日后的城主之下 将承认并保障这些人的自由 当万民或万民中的任何人 为自己的自由而做任何努力时 不允有人做任何压制他们的行为 在亦万的呼声中 西门玲瀾反而放松了一些 继续读道 然 与城之下 人口亦万 虚心法治 以防心怀不轨之人 以理难解之事 人族当怀一心 尽自相残杀 尽劫略暴动 尽欺凌弱小 人族的目光 要放在未来 放在对抗海族 人族命脉之延续之下 此事须得大家的共同努力 万众一心 方可成事 在万众期待之中 新闻玲瀾身吸了口气 现在 我与我的职权 正式宣布 旧日之与城已去 今日之与城 改名正义之城 为人族之崛起 心中之正义而战 韩非哥旁边微笑地看着 当人真的太多的时候 他们到底在说啥 是根本听不清楚的 只能从其中 寻得一个两个声音 主要的还是靠吼 全是吼吼 七门玲瀾要做的事情 只是为了树立城主 高大上的形象而已 其他的事 不用城主说太多 只要被民众当一尊神 看待就行了 韩非很自然地接过话头 大喝道 正义之城出力 正是需要人才的时候 强者有强者的义务和责任 见 城主府向正义之城内所有人 征召散修探索者 执法者 天赋卓绝的前调者 共致此城 刷刷刷 就看见一道道人影 已经腾空 颇有迫不及待之事 此时 很多人也明白 这可是个大好机会 加入复仇号的阵营 那以后就是自家人了 不过 韩非也见不少人文之色变 人群中 有人高呼 不要听他的 说得好听 还不是走世家大族那一套 笼络强者 剥削百姓 还以为他们真是来解放我们的 没想到 只是钱藏身了一些而已 都征召那些强者 那我们普通人怎么办 这个不公平 你特娘懂个屁 不征召 你指望事事都让城主亲自管啊 脑子呢 你有东西让人家剥削的吗 一时间 人群分为两派 韩非眼中金光一闪 当 大锤一敲 声音震荡 韩非声音荡漾 所有被征召者 接受万民监督 但行无法无德之事 必将言成 果然 当韩非此言一出 很多人安心了 继续开始叫好 当然 也有人高呼到 别听他的 强者只会庇护强者 哪里会为我们着想 刷 韩非骤然间消失 瞬间情下一人 去无知现控住此人 当即嘴角一勾 心说 真是一群蠢蛋 韩非控制此人的容貌变化 贺道 有人认识此人吗 当时 就有不少人惊呼 这人我认识 这是周家的人 有人怒道 这特娘的 不是周小天吗 然后 韩非咧嘴一笑 中卫 人群中有不少 大族之人混在其中 大家都注意注意身边的人 一旦确认 可直接将其重创 扭送此处 一旦其身份确认无疑 可当场诛杀 砰 就看见那被韩非控住的 周家子弟 直接被崩碎成血雾 韩非咧嘴道 别忘了 虽然我们心怀正义 但我们也是复仇者 杀得好 正义之城 容不得大足玷污 诸位 都找一找 他是杨太 我不可能认错 这是杨家人 我这边也有 东方家的 绝对是 他脖子尚有胎记 我这边也有 顿时间 场面一度混乱 七门铃蓝传音 会不会乱了 韩非摇头 欲知先乱 这还不是和平年代 这是乱世 乱世当凶 夺民心 除一己 先把这成人的主人 嗡意识 扬起来再说 几乎就是片刻光景 就有八十多个 鼻青脸肿的人 被丢了出来 还有更多的 没被抓出来的 早趁着混乱溜了 韩非淡默地看着那些人 给你们一个在万众面前解释的理由 理由过关 就放你们离去 你们 有时息时间 当即 有人连滚带爬 呼喊道 我只是大族外妻 没被带走而已 然而 这人话刚说完 大人 别听他的 他刚才喊得可起尽了 都是叫咱别信任西门城主的决定 各归儿子特坏了 对 我证明 还有我 我们都听见了 韩非歪着脑袋看向那人 后者当即雨夜 不 我 韩非悠悠一叹 感谢你第一个出来赴死 扑吃 嘴翼一刀 结果了此人 韩非看向其他人 怎么说 能被当众抓出来的 本来就是那种不太懂得隐藏自己的 也都是刚才 叫得最凶的那一批 所以 基本就没有错漏的 胡乱编个理由 他们也编不出来了 忽然 有人喝道 都自爆 秋 在那人喊出自爆的那一刻 有一剑白光瞬间掠过 拔剑术一出 仅凭这些连玄吊者实力都没有的人 哪能提防 杀得好 便宜这帮归儿子了 就该弄死他们 去空之上 那几名尊者纷纷冷哼一声 直接离开 看不下去了 处决了一批人 韩非回身大喝 诸位 只希望你们有警戒之心 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 正义之城会有一些相关证令 诸方城门都会贴上鱼皮公道 现在 我要宣布另一件事 当人群烧鞍 韩非大喝 一个月后 无论是正义之城 还是下属城镇 繁达觉醒天赋灵魂兽年岁的少年 全部可以来城中集合 届时 将开始正义之城成立以来 第一次大型免费的觉醒 莫要错过 七天后 韩非以自己的经验 重新规划正义之城 这是新门林兰不会的 但是 他其实会的也不多 最好的办法 就是将玄空岛 岁星岛等地方的既有规划 直接拿过来用 此刻 也不知道在哪个大族的府邸工地中 韩非和新门林兰俩人 坐在一个很大的帐篷里 城主府当然得见 只是不需要他们去建设 这几天俩人忙得不可开交 抓一下 有人巴拉开帐篷进来 韩帅 东南西北四地的区域划分已经好了 即使规划沿用之前的 改变不大 韩非头也不抬到 嗯 你去安排将所有大族府邸 全部拆除 建设一些物资储备兑换所 练气堂 练单房 垂吊者工会 拓荒团 是 韩帅 哗啦 又有人巴拉帐篷进来 韩帅 根据你的指使 在招募的人群中 按照普通民众的意愿 选出了100位执法者 800前吊者 已经飞入4个辖区 韩非 不够 若大一座城 这么点人够什么 但是 也不用急 用人一定要考量好 正余的人编入执法队 进行日常城市管理 受人民监督 是 韩帅 哭啦 一月走了进来 韩帅 城主 目前正义之城中围城镇 有大量人涌入 说是要学习战绩功法 但是 城内人太多 也不太好安排 咱们设立的正义之城中心藏书楼 都已经快被挤破了 韩非瞅了一月一眼 在藏书楼外贴上鱼皮公告 就说让他们稍等几日 到时候 会有专人去各大村镇亲自教学 另外 每个村镇 可以安排十个人过来探印功法和战绩 一月看了一眼似乎绞尽脑汁 正在思考什么的西门林兰 转身快速的离去 韩非 呼 当皇帝也是累的呀 西门林兰疑惑 皇帝是什么 韩非白手 没什么 你弄得那什么正义雇佣大厅 怎样了 西门林兰无奈的摇了摇头 这很难设计啊 韩非接过西门林兰面前的一堆鱼皮图道 其实不难 雇佣大厅 只需要有两个功能 发布任务 接受和领取任务 谁完成了 谁就拿走雇佣金 雇佣大厅 只收取基本的服务费 西门林兰 那如果 同时有多人去完成任务呢 韩非 这个简单 看是团队任务还是单人任务 单人任务 接了就不再对外发布就行了 西门林兰 那积分呢 为什么做任务 还有积分 每次给雇佣者积分 干什么 韩非 给他们一个追求 积分提升自己的雇佣等级 可以兑换资源 接任务的人就多了 西门林兰将东西东西一股脑推给韩非 天赋灵气 咱们有足够的起零列吗 咱们万一入不敷出怎么办 韩非心说我自己还有家底呢 不急不躁到 这是万民归心的第一步 做得怎么样不重要 重要的是做 半个月后 韩非和西门林兰俩人 埋头讨论之时 外界人群拥堵 如今的正义之城 可谓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几天 执法队登记处 排的人山人海 有人抱怨道 这收人也太慢了吧 有人吃笑 你不排 你离队啊 城主大人那可是再仔细甄别执法人员 你以为随便都能进 曹轩来自村中 出了套海 就听说如今之雨城已经改朝换代 变成了正义之城 大族没了 复仇者好解放了全城 给所有人带来自由和正义 开始他还不信 但是 今儿从进城到现在 他都蒙了 这还是自己认识的那个雨城吗 因为在城门口看见公告 说是只要加入护城执法队 功法战绩就可以随便看 成功入选 奖励下品神兵一柄 当时 曹轩就心动了 此刻 看着报名处排起的长龙 曹轩道 兄弟 插个队啊 顿时 一群人回头 怒视此人 哪个归儿子说要插队的 曹轩顿时脑袋一缩 现在这年头 插队都不能插了吗 曹轩当时就一猛 连忙笑哈哈道 我去排队 我去排 瞅着人实在太多 曹轩一脸猛逼地 不知道去哪 有人笑道 兄弟 你刚从海上回来吧 执法队你就甭想了 为前吊者实力 你还想进执法队 曹轩无语 前吊者 就这么不值钱了吗 不过再给我一阵 我就能突破了啊 却听有人道 刚出海回来 你肯定去物资战备团啊 那里 可以兑换自己想要的物资 服务费贼低 只有一成 曹轩眼睛一亮 还有这地方 物资战备团 四大区加起来 一共就只有120个窗口位 每日里 这那叫一个人满为患 四个物资战备团 从早到晚都排着长龙 可见 兑换物资的人 可绝对不少 高档次物资 其实大多数人是兑换不了的 所以 如今的物资战备团 承载的任务 就是从一个人这边收到一堆物资 再将这堆物资给其他想要的人 收取的服务费 仅仅只有一成而已 此刻 曹轩看着那笔执法队还要多的人 一脸猛逼 这特娘的得排到什么时候啊 就在曹轩犹豫着 要不要等的时候 姑听有人喝道 好消息 好消息 物资战备局扩建 有人要想进物资战备团的吗 鸡天一轮港 福利待遇齐高 近来就送民权两斤 福利待遇堪比执法队 物资战备局内的资源 可有优先兑换权 嗡 瞬间 曹轩就不知道给谁扒拉开了 就看那些人跟风了一样往前冲 今可见 人头涌动 纷纷高呼 我 我要加入 我 我先来的 我 我实力大调失巅峰 我悬调者巅峰 啥 你悬调者实力 来这干嘛 你去雇佣大厅啊 那里赚的更多 各种各样的任务都有 哦 是吗 雇佣大厅在哪 曹轩一听 这又是个啥地方 赚了 反正这兑换资源的地方也排不上 还是先去别处看看 第1142张曹轩的机缘 作为万千普通大众的议员 曹轩虽自知平凡 但也一直都在努力着 更直白的讲 那就是虽是扑街 但亦有成神的梦想 曹轩在来往的人群中 终于找到了这什么雇佣大厅 这个厅 因为是根据一处大族扶笛改的 所以面积挺大 雷费多少功夫 曹轩就挤了进去 然后 他就看见很多人手里都捧着厕子 除了厕子 曹轩还看见 这大厅的墙上布满了各种各样小广告一样的任务 去近海2000里海域 寻找五部珊瑚蛇 要求尸体完整 报酬清零果一枚 时效三天 曹轩眼睛一亮 刚要冲过去跟服务者去说 结果就看见那章鱼皮被人给接下来了 然后 在曹轩的目光中 有服务人员递给了那年轻女子一些东西 就完了 曹轩无语 这就被人接去了 不过 曹轩也不慌 反正 还有很多呢 继续看下一条就是 去近海3000里海域 珊瑚蛇 寻找红角海葵一珠 要求 要求还没看完呢 那张鱼皮图又被人给接了下来 又给人领走了 曹轩继续看去 因为有新的鱼皮图 又挂了上去 去8000里海域 漩涡谷 狩猎黑灵蛇 要求尸体完整 报酬下品神兵一剑 灵气裹三枚 能量裹一枚 迟效五天 曹轩眉头微微一皱 这个有点难度 劝窩谷 他是知道的 这有点难的样子 不过 倒也不是不能试试 自己有底牌 应该可以 结果 曹轩刚要喊出口 就见一汉子喝道 劝窩谷的任务 我接了 小问题 三天我就可以完成 曹轩 曹轩一脸猛逼 他终于明白了 这里的任务 那是得用抢的 有很多人跟自己一样 虎视眈眈呢 就看见有一服务人员刚拿出一张鱼皮 自己隔壁就有人喊道 不管这任务是什么 我都接了 我终极前调者 曹轩只觉得牙疼 上面没人挑的任务 要么报酬太低 要么就是太难 还有狩猎奇异类生灵的 这不是寻常人可以办到的 曹轩敏锐的发现 有服务人员伸手要掏鱼皮图 当即大喝 不管这任务是什么 我接了 那服务人员瞅了他一眼 我要是掏出个难的任务 你接得了吗 说着 那服务人员就看了一眼鱼皮图 顿时耸肩 好吧 你赌赢了 完了 那服务人员将鱼皮图摊开 给曹轩一看 竟然不是出海任务 去礁石海岸大荒村 指点修炼功法和战绩 需得到村长认可后 任务方能结束 报酬半神兵一见 灵犬百斤 认可类任务 无时效 顿时间 曹轩眼睛一亮 半神兵 还有百斤灵犬 当时 曹轩大喜 自己现在就缺一见半神兵 本想着在那什么物资战备局兑换看看 谁能料到 一个任务 就接到了 在曹轩的认知中 村子虽然弱小 但也是会出强者的 但通常情况下 强者都会往高处走 不会久留就是了 这不 曹轩连忙道 我接 我接 那服务人员道 因为是特殊任务 这章鱼皮图给你 但是 想要完成任务并领取报酬 必须要村长印才行 请行行 曹轩怀着激动的心情 询问了大荒村的位置 转头就出了城 在接到这任务的那一刻 他顿时就喜欢上了这座正义之城 这和以前的宇城 完全就是两个样子吗 曹轩嘀咕道 听说这正义之城 还在重新规划之中 或许 等自己回来的时候 应该就差不多了 到时候 再用身上的资源 去物资战备团队换 还能换点更好的东西 大荒村 曹轩看着这座占地 不过一百里不到的村子 很快就问到了村长的住所 等曹轩找到村长家小院子的时候 就看见有一练器师正在练器 实力竟然比自己强 未等曹轩观摩多久 就看见一个老头和一个青年人 携手出了院子 却听那老头道 既然如此 那村里狩猎的任务就交给您了 咱村因为比较偏远 以前打仗的时候 男人死了很多 很多孩子啊 都没吃饱 天赋不成 得多吃才行 那青年微微一笑 村长你放心 有我在村里的孩子 想吃什么吃什么 玩饱 绝对能在天赋起零之前 给吃回来 带那青年走后 村长目光落在曹轩身上 顿时没开眼笑 哟 贵客来了 请问您是接的什么任务 曹轩亚一道 村长 您村子里 发出去的任务很多吗 只听村长笑道 哪多 一点都不多 咱想发 也没钱发布任务啊 别的村 那一发就是好几十个任务 我们大荒村才发了十几个 那还是因为城主 在咱们村住过几天 人家照顾咱的原因 曹轩惊讶到 城主还在这住过 村长哈哈一笑 那是几十年前的事了 西门城主刚被西门家撵出来 就暂居我大荒村 然后 悄无声息就走了 还带走了寒帅 哎 当年 咱也不知道他们会成长到如今这模样啊 嘶 寒帅 曹轩震惊了 从他回到正义之城 路上到处都有人在说西门林兰 寒帅这俩人的 虽然他都没见过 但那说的可厉害了 什么西门城主在风暴海峡 沙川世家大族 持利比及尊者 以达尊者进巅峰 这等人物 曹轩自然是不敢想的 尊者 那特么的有多强啊 但是 那寒帅也够传奇了 说谁终极执法径 逆斩探索者 乃是复仇者号第一汉将 当时 曹轩就震惊 这是不是在吹鱼 执法者能图探索者 那得什么样的执法者啊 合着 这俩人 竟然都是大荒村出去的 尊长似乎不是第一次见到这表情了 顿时笑道 反正你放心 报仇是少不了的 对了 你啥任务 哦哦 我是来指点修炼功法和战绩的 尊长顿时熬了一声 原来是这个任务 那看来 你的住在啥 哦 韩帅家了 自打韩帅的消息传来之后 所有的孩子都往那跑 就连藏书楼 都放在了城主宅子里了 曹轩哦哦地点头 笑道 尊长 那这叫到什么程度算可以 领他们上路 传授一套完整的战绩 尊长道 这个说是需要我同意 但实际上啊 叫三个月就可以了 到时候 会有下一位老师过来 不过 这三个月内 你可得认真叫一叫的 需要孩子们的确有提高才行 曹轩一听 三个月就可以换一饼半神兵 还有这等好处 只是当村长和曹轩来到所谓的韩非住所时 他当时就猛了 就这么个小破房子 村长笑道 这小房子 是韩帅曾经住的 旁边的大宅子 是城主的故居 说着 村长吼道 小崽子们 都给我过来 你们的老师来了 嗡嗡 就看见四面八方 一群小孩撒鸭子过来 还有小孩喊道 村长 我去礁石滩去喊人去 曹轩疑惑 村长 这礁石滩 好像挺出名的啊 曹轩不免疑惑 毕竟 任务上写着的就是礁石海岸旁的大荒村 说明 礁石海岸比大荒村更出名 村长笑道 咱这小地方 就是礁石多 正常出海口反而少 不过 这礁石海岸的危险程度也不高 而且 那里是空旷 您白天就可以在那叫 片刻之后 曹轩整个人都不好了 这特娘的 得有好几千人吧 村长连忙道 哈 这个 其实我们也发布了任务招些垂吊者过来的 但是 还没人道 您是第一个人来的 不过不碍事 后面还会有人来的 曹轩松了口气 那就好 要不然 这么多孩子怎么叫啊 既然接了任务 人家也给了报酬 曹轩当然不会懈怠 于是 他面向这些孩子道 所有人听着 我的教学目的有三点 首先 我就查看你们的灵脉 然后 我会为你们挑选功法 最后 我才会开始统一教授你们战绩 在这段时间内 你们要好好努力 只要认真 都不会差的 好的 老师 老师 我们现在就测灵脉吗 老师 我要选天极功法 曹轩武语 天极功法 我都没有 你还天极功法 真有天极这么高 我能来这教学生 然而 却听村政贺道 要循序渐进 不能求快 功法 是修炼到天极的 不是一开始就修炼的天极 懂吗 等你们将来 成为城主和韩帅那样的强者 咱村的天极功法和战绩都给你们 扑 曹轩错愕 不是 几个意思 大荒村 还有天极功法和战绩 因为要准备策卖石和查阅藏书楼 曹轩将教学定在了第二天 城主住过的地方 他是不能住的 也没法住 毕竟 已经改成了藏书楼了 他只能在韩非的小破屋住一住 曹轩瞅了眼屋子门口 那两株已经没了桃子的桃树 玩耳一笑 当即 推开了门 这时 一片灰尘落下 放眼一看 四处蒙尘 略显潮湿 看见这些 曹轩淡淡一笑 自己也是村里出来的 住过这样的屋子 不过 韩帅的屋子很整洁 一应事物摆设都很规整 当然 曹轩并没有放在心上 屋子再好 他悬吊者巅峰 其实也不需要睡屋子了 哪不能睡一下 只是瞅了一眼 曹轩就往隔壁的藏书楼去了 此刻 下午艳阳高照 曹轩进门的时候 就看见一个断手缺腿的老头 躺在一张椅子上晒太阳 曹轩一眼并未扫出老者实力 当即心头一动 看来 也是个强者 于是 曹轩礼貌性地问道 老先生 我是新来的老师 需要看一下藏书楼里的功法和战绩 恩老头半死不活地躺着 或许 是躺的时间太久 起步来了 曹轩没有多言 直接进了宅子 片刻后 当他看见那重新翻修过的书架 随手就抽了一本 我去 曹轩直接把书都给丢了 只听外面老头的声音 悠悠响起 书不要乱丢 你这性子还怎么当老师啊 傻子都比你强 曹轩连忙把书捡了起来 也不怪他惊讶 我特么随手抽一本 就抽中天极战绩 这特么合理吗 是的 那本天极战绩名为风雨见路 上面写着天极下品 曹轩当时 整个人都顾好了 自己走南闯北 也是无意中 才弄到一门天极下品的游水之法 谁能料到 在一个小小村落里 竟然随手就抽到一本 瞬间 曹轩觉得自己赚大了 三个月教学时间 真是太短了 这就 至少得叫一年才能换得到啊 随着曹轩一阵翻书 直接就翻出了六门天极下品战绩 功法类型多达三十多门 还有功法比自己修炼的还好 大致确认了内容 曹轩也不及一时 不由得走出门外 跟那老大爷问道 前辈 这些功法和战绩 都是大荒村本来就有的 老大爷也不高冷 淡淡道 这不都是村里人到城里抄的吗 则 听说现在的正义之城可热闹了 就是老头我是不好去了 就搁这 养老也挺好 曹轩错愕道 天极战绩 也是他一来的 老大爷拍了拍椅子 好歹我家小姐他也是城主啊 大荒村能多抄几本 那不正常吗 曹轩失声道 啊 您您 老大爷笑道 别大惊小怪的 小时候 他就带着小傻子走了 跟老爷子我没啥感情 曹轩不禁来了兴致 前辈 城主曾经是不是天赋绝论啊 这才多少年 就这么强了 老大爷道 小姐不行还是傻子厉害 嗯 曹轩皱着眉头道 您说的傻子 是 老大爷笑道 就那个王涵啊 他以前是个傻子 不过厉害 这时间能堪比他的天赋的 没几个 曹轩觉得不太对了 如果韩帅天赋高 那怎么是西门林兰当城主啊 不过 听说解放日的时候 都是韩帅在说话 难道自己听到的消息不够多 只听那老大爷道 其实没什么 人的天资总是有差距的 不能奢求人人都是天才 在这乱世 天才有时候反而活不长久 对了 晚上我这不留宿啊 你自己去别地方睡去 教书的生涯 其实也不会枯燥 主要是大荒村老师太少 曹轩每日都很忙 孩子实在太多 面面俱到不太可能 但教授的过程 很充实 叫别人的同时 还能让自己加深感悟 前了 曹轩就会去礁石摊丑丑 觉得这种不冒险的日子也挺好 可惜 这不是自己的路 自己是要成为强者的 白减的天际战绩 为什么不要 一连半个月 直到村长将一批12岁的孩子 给带去了城里那天 曹轩觉得压力骤减 他见到桃树上的桃子长出来了 随手摘了一个 再次推开了韩非家的门 钻了 就当放松一阵子 还是得找个地方睡睡 夜凉如水 曹轩不敢深睡 这是习惯 下意识的感知扫过 忽然 曹轩感觉 扫过屋子的时候 发现不对 他发现墙体有隔层 嗯 里面有东西 曹轩翻身而起 虽然知道这似乎不太好 但是这屋子毕竟太久没人住了 应该早荒废了 满足一下自己好奇心 问题应该不大吧 在一处边柜的后面 曹轩巴拉开早已枯碎的海枣叶子 发现里面竟藏着一本归原土稀法 还有几件兵器 以及几枚藏在盒子里都干掉的灵果 他觉得 这些 可能只是人家以前离开的时候忘带的 但是 这里面还有一层 只是 里面的一层 是用泥土糊起来的 若是没有感知的人 并不会发现里面那一层 曹轩心说 都藏着这么久了 含率他们小时候 应该是发现不了的 万一很重要呢 当然 曹轩不会觉得这是特别的宝贝 那只是一个小盒子 片刻后 当曹轩掏出那小木盒之后 就发现里面摆着一封信 还有一枚戒指 曹轩并未感觉那戒指有什么特别 因为那戒指太小了 似乎只是和刚出生的小孩子戴 出于好奇 曹轩打开那封并未封口的信 看了一眼 只是 随着曹轩一看 顿时脸上就变得古怪起来 尽忠 是这般写的 寒儿 如果有一天 你能看到这封信 说明你意外的修行成功了 神志应该也恢复了 并且实力很强 如果是这样 那这封信你的确需要看一下 若是其他人看见 还请将信留在这 这对您并没有什么价值 曹轩微微一探 继续看到 寒儿 既然你已经成为了强者 那爹我还是得告诉你 其实啊 爹跟你说你娘死了 但爹并没有双修过 只是爹没敢娶媳妇 这世道这么乱 爹怕万一哪天就牺牲了 你若清醒 可别愣投青被人家忽悠 爹跟你说 这世道值得相信的人为几个 切记 切记 信中 除了念叨了一大堆 不要被忽悠的话 下半部分才是曹轩感叹的 上面写着 寒儿 爹是在礁石滩上捡到你的 那会儿 你被裹在一个透明如水母 薄皮的球里 身无他物 只有这一枚戒指 被你抓在手中 讲来 可能是你爹娘留给你的吧 爹也不知道你是谁家孩子 不过 这应该是上天给你的一次机会 你自小天生神力 可奈何天度英才 爹尝试了无数次 可依旧无法让你修炼 爹尽力了 哎 你爹我天赋平平 大概是会战死的 不过 爹不怕 都习惯了 不过寒儿 可别赴爹后尘 若是实在要上战场 保命要紧 至于能不能找到你亲生父母 得看你自己的本事了 对了 你看见这封信的时候 爹多半已经陨落 给爹立个悲伴 就在门口的桃树下 爹也想过几天 清闲的日子 整封信中 只是交代了韩非的神秘来历 除了这些 那个有时不能修炼 才是曹轩惊讶的 曹轩收好信 将戒指放好 眼中出现一抹光 这得交给韩帅 他知道 这是一个原机缘 一个绝对不小的机缘 三个月后 礁石摊上 数以千计的少年 身上气血蒸腾 正在席拳 空气被打的琵琶作响 曹轩怒喝道 停 曹轩正在一块礁石之上 满脸凶悍 今天这一刻 我跟你们讲的是路 如今 是一个动荡的时代 你们大多数人 终将是要走出大荒村的 每个人 都会有自己的路 有人想成为强者 有人想过更好的生活 有人追求冒险 但 如今的正义之城 给你们指了一条路 那里 或许将成为你们的崛起之地 曹轩心里微微一叹 寒声喝道 这是最好的时代 也是最坏的时代 有人陨落 有人崛起 如今的正义之城 不一样了 我领你们不如修行 下一步 就看你们自己了 我的建议是 去正义之城 听说那里开辟了失恋战场 或许 你们将从哪崛起 忽然 有个孩子问道 老师 你的路是什么 曹轩微微一愣 转身 看向茫茫大海 他很清楚一点 弱者 是没资格谈路的 如果有 那就是这无尽沧海吧 第143章时光界 正义之城 包括周边领海岛屿 都开辟了失恋战场 所谓的失恋战场 就是将正义之城 及周围村镇临海区域的海滩 全部开辟出来 根据海域距离 分为不同层级 比如礁石滩 就可以称为最低级的失恋战场之一 韩非的想法很简单 和后世直接去海上锤吊不同 这时的海域 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区域 所以 他直接采用了碎星岛上的战斗模式 当然了 拟定了各种政策后 韩非和西门林兰再次出海了 原因无他 复仇者号的资源 早在正义之城城里一个月左右 就消耗六成海多 正义之城的低税收 也只能维持一个日常供需平衡 复仇者号船队 犹如在海上游走的幽灵 大约每隔一年左右 会回来一次 一般情况下 都是寻常的复仇者号回来 逐渐不回 而假无形 因为突破了探索者 反而被留在城中坐镇 可把这祸给憋屈得要死 此刻 复仇者号船队一年期差不多了 随行十艘大船 基本都回去过一次了 和曾经的复仇者号船队不同 此刻的复仇者号船队 船阵已经变化 强横的大船出行已现 这都是韩非的功劳 韩非此刻正在船底客阵 周围近无一只生灵胆胆靠近 西门林兰出现在韩非身边 世家大族 现在似乎真的沉寂了 在跟正义之城多次碰撞之后 据说 世家大族将探索方向 放在了更北方 韩非漫不经心道 不会的 这只是大族的隐忍 我说我们有500年时间 其实 若能有50年时间就不错了 若是那些尊者恢复 大族必然会再次渗透正义之城 西门林兰 50年 这么快 韩非笑道 对尊者来说 50年算什么 如果是有必要 别说50年了 就算是500年 5000年他们都能忍得住 虽然明心在我 但强者还是过少 你需要尽快突破 西门林兰皱眉 我只要能完全吞噬那几个尊者道运 巅峰执法者只是时间问题 50年 或许有可能 韩非笑道 莫要小看自己的潜力 灵脉强弱 只是先天修炼快慢 但其能捕捉 你有尊者谷 不可能会比那些天交者更慢 重要的 是进入巅峰探索者和破尊两次大突破 那才是需要真正悟道的 你的大道已经确认 巅峰探索者与你无碍 尊者静 才是你的关键 西门林兰默然道 你呢 你又在压制修位了吧 韩非黑黑一笑 习惯了 西门林兰疑惑道 我一直都不太明白 为什么你要压制修位 若你破探索者 恐怕探索者竟含有敌手 韩非心说 我若继续突破 可会改变的东西太多 此刻 正义之城刚刚步入正轨 我不敢啊 韩非笑 因为 我走的路不同 这条路极其艰难 需要将每一个境界 修炼至完美才行 西门林兰目光明重 这么难走 是什么路 韩非瞄了他一眼 随意道 无敌 西门林兰只觉得 一座大山撞在胸口 无敌 这时间 谁敢说无敌 韩非要走这么一条路 那岂不就是走最强路 不过 见证了韩非诸多奇迹 他觉得 韩非一直都是最强的 西门林兰 我信你 我等你入尊城王 不过 咱们有的是时间 现在该回去了 慢慢来 嗯 正义之城港口 有人在港口 撒鸭子狂奔 复仇者号回来了 有大队执法者 前吊者相随 前来迎接 众人齐喝 恭迎城主回城 甲无形站在甲板上 怎么样 船长 韩帅 有人破探索者吗 每天坐镇城中 脑子都已经大了 却见曾经的 复仇者号人员中 一个兽子被推了出来 此刻一脸无欲 甲无形抱贺 杨小高 你特娘的破探索者了 好好好 从今而起 你坐镇城中 我回船了 哈哈哈哈 果然是好兄弟 杨小高一脸无语 不是 老甲啊 你对正义之城都这么熟了 我上不了手啊 甲无形怒道 放屁 老子每天除了盖章签字 掏库存 啥也不干 这活 搁谁都能干 是兄弟咱们就挨个来 我保证 明年给你变一个新的探索者出来 亲门凌蓝黑着脸道 行了 就你嗓门大 这一年 城里有没什么大事 甲无形大手一挥 船长您放心 啥事都没有 韩帅的计划 都在如数执行 这一年 新贷生执法者356个 前调者3108个 价面的 咱也计不得了 反正 很多很多人提升了 这可都是您跟韩帅的功劳 韩帅一听 这数据已经不少了 在这样一个时代 一年光景 能有这么多强者诞生 已经非常夸张了 当然 这是第一年 是大量资源整合的效果 以后不一定会有这么好 新门凌蓝眼睛一亮 看向韩帅 好多 韩帅淡淡笑道 无妨 这才是第一年 持续10年 必出探索者 假无形熬道 可惜 破探索者要过雷劫 今年有三人渡劫 全允 韩非昼眉道 下次有人要渡劫 你就让他们压一年 等复仇者好归来 帮他们渡 假无形连连点头 空然道 哦 对了 韩帅 您认识一个叫曹轩的人吗 此人 说有您父亲的遗愿和遗物要给你 但是 他执意要见到您本人才行 老子直接把他扣在城主府里了 七门凌蓝差一道 你说谁 王韩父亲 韩非自己也微微皱眉 带我去看看 城主府 曹轩也不着急 他知道 韩帅只要不回大荒村 就肯定不会发现他父亲遗物的存在 这是个机会 必须见到韩帅本人才行 而且 虽然在城主府带着 但城主府灵气浓郁 可助他继续打磨境界 一旦突破前吊者 自己绝对不弱 哦 忽然间 三道人影出现在曹轩的小院子里 甲无形鹤道 韩帅 就是这小子 他竟然不信任我 说啥都不肯给 曹轩大惊 如果不出意外 眼前这青年和冷傲女子 就是韩帅跟西门城主了 曹轩连忙起身 恭敬道 曹轩 见过城主 见过韩帅 韩非淡淡道 你说 你有我爹的遗物 韩非能想到的 是那只木头乌龟 还有一包当初临走忘了带走的东西 曹轩连忙道 一年前 我曾接到大荒村的教习任务 因城主和韩帅故居成了人们向往之地 所以斗胆住进了韩帅家中 并无意中发现一个秘密 韩帅 应当不知 韩非眼睛微微一缩 东西呢 曹轩连忙道 东西其实就在我身上 一直随身携带 假无形愣道 不可能 我都看过了 哪有东西 曹轩惭愧一笑 其实 那并非什么奇特的东西 所以 假大人并没有注意而已 说着 曹轩就从自己的屋里 一处暗脊上 拿出了那封信和戒指 假无形无语 这么重要的东西 你竟然都不藏起来 韩非拍了拍假无形的肩膀道 你不懂 最危险的地方 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你的注意力 都放在他身上最有价值的地方了 当韩非见到信上 那枚戒指的时候 豁然见瞳孔一缩 这是 时光戒 他一直都忽略了一个问题 以为自己只是魂穿 时光戒怎么会跟着自己过来 可现你在 时光戒一出 他当即心里就有了一些明误 韩非不动声色的 翻手间 将戒指收了起来 然后拆开信封看了起来 七门凌兰和假无形都看着韩非呢 因为韩非的眉头 一直在皱着 实际上 韩非心中遐想万千 轮回秘境 被捡来也不意外 他一直在想 轮回魂境 怎么出去 但是 这一刻 他忽然想起了一个最简单的问题 自己来的 真的是轮回魂境吗 毕竟 前五大魂境 都是有出去的办法的 但是 这轮回魂境 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去 千辛城大足天骄 见过的不在少数 可自己遇到了吗 没有 一次又没有 也不存在迹象 韩非这一刻在想 寿王他们说 时间长和极难越过 那么 假如时间长和和正常的轮回魂境 是两个地方呢 韩非豁然间 深吸了口气 自己进来的入口 是在第五魂境里面啊 这时候 看见时光界 韩非必然会想到时光龙里 难道 自己因拆扬错的 其实入的不是魂境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这枚时光界一带 会不会有变故 会不会这才是出去的路 西门灵蓝 怎么了 韩非对西门灵蓝无所顾忌 将信直接递给了西门灵蓝 在西门灵蓝错愕的目光中 韩非看着曹轩 淡淡道 不错 是挺重要 我可以给你几个选择 一是登上复仇者号 但不会给你任何报酬 一是传你一门天极神品的炼体大树 第三种 随你提 韩非大概知道 这曹轩等自己一年 必然也是有所求的 这是人的本能 只是不知从何时开始 自己已经变成了别人的机缘 曹轩带来的时光界 确实极其重要 这份机缘 他愿意给 曹轩顿时精神一阵 身体都绷得笔直 登上复仇者号 那可不是随便上的 据说 复仇者号尚无弱者 但是 天极神品大树 还是炼体大树 这份报酬可谓极高了 即便是第三种 自己足可以要一大批资源 以韩帅和城主霸气解放争议之城的性子 只要给得起 肯定会给 但是 曹轩却从第一个选择里 看到了真正强者的希望 相比后两样的诱惑 那都是赛时的 但若是能入复仇者号 曹轩目光坚定 我选登上复仇者号 假无形揉了揉脑袋 顿时嗷嗷道 小子 若是你选后两样 老子真想拍死你 这还需要思考 顿良的 你绝对是复仇者号上最弱的一个了 自打正义之城崛起 人类的生活档次 虽不能说搜一下就变高了 但是 一系列花里胡哨的城市规划 让这座城级周边村镇都活了过来 礁石滩 已成大荒村少年修行的地方了 而这修行 也从一开始的训练 变成了实战 会有强者接过任务 来坐镇 以防止意外的发生 历经一年的发展 村长家旁边 就建了一座悬赏大厅 各种各样的悬赏任务 开始逐渐从城中转向村镇 正义之城的人 也不再拘泥于正义之城 而是会去周围村镇游历 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任务 这天早上 大荒村 韩非家门口 桃树下 虞帅听到外面叽叽喳喳一片 他不耐烦地推门而出 怒道都嚷嚷什么 环差半个时辰才开始失恋呢 咦 你们是谁 虞帅豁然偏见 在门口桃树下 站在一男一女两个人 那女人站着 那股子气势 让人望而生畏 男人蹲着 正在雕刻一座石碑 只是 那碑纹上并无文字 上面画着复杂的线条 像是阵法 却见那男子回头看了他一眼 顿时间 虞帅一哆嗦 直接惊呼道 小人虞帅 见过韩帅 见过西门城主 虞帅当时满头冷汗就下来了 一年前 复仇者号进城 他可是看了全城啊 不是说来的老师 都住韩非家的吗 怎么到自己这 这两位就来了呢 啊 城主 韩帅 你就是韩帅 哇 我见到韩帅了 一群小孩子 当时就炸锅了 他们现在最崇拜的 就是韩帅了 因为复仇者号上那些人 最能吹嘘的 就是韩非的故事 毕竟 韩非要更暴力 手撕抢敌 什么都会 哭啦 有小孩奔走相告 韩帅来了 韩帅来了 韩非微微一笑 双手刻下了一个名字 王伦 韩非将石碑放下 半截置入土中 笑道 没事 这里你继续住着 我以后大概不会回来了 虞帅也不敢说话 主要是不知道说什么 却见韩非看了一眼 隔壁的大宅子 淡淡道 去看一眼吧 清门凌兰 微微点头 只看见韩非脚踩阵法 一道道悬傲的线条 浮以距林阵出现 归制了百溪时间 一个小阵方程 但是 虞帅却不敢小瞧这个阵 这里的灵气瞬间就浓郁了数倍 而且 他肉眼可见 有道意在阵中流转 应该是沙阵没跑了 在沙阵外 还有禁止屏障 单单这屏障 就不是寻常人能打破的 而这 仅仅是为了守一块杯 当渔帅还在看着石碑发愣 当一群孩子还在激动的要不要上来问好的时候 却见俩人刷一下 就消失了 隔壁 藏书楼大宅未开 但一个老头却已经坐在了椅子上 脸上毫无波澜 看见韩非和西门玲瀾的时候 老头才笑着抬头 小姐厉害 这都成城主了 西门玲瀾眼神复杂 徐爷爷 我刚刚才知道 你竟有巅峰前吊者的实力 老头哈哈一笑 不打紧 不打紧 王寒小子 临时开了 韩非微微地点头 随手丢了一道神韵树在老头身上 可惜并无效果 那老头摇头道 不用白费力气了 我这太久了 治不好的 而且 是被强者斩断的 除非尊者尽的实力才行 西门玲瀾忽然道 所以 徐爷爷 您当年什么都知道 老头咧嘴笑道 当年 王伦是我手下的兵 曾请我来看一眼这小子 我来了 这才知道这小子天资惊人 王伦曾测过他的灵脉 七级灵脉 可等我来看的时候 就成九级灵脉了 不过呢 后来西门家事发 我寻思着 我跟小姐都是妻子了 便到这来 万一 这小子崛起了 小姐还有点倚仗 只听老头悠悠道 谁能知道 咱们竟然刚一来 你们就遇着了 老头巴拉巴拉许多 最后才缓缓道 大族不会死心的 小姐你成长的还不够 只有当某一天 你不去尊者时 才能真正守住正义之城 七门灵蓝点头 即便我做不到 王涵也可以做到 老头不置可否 淡淡道 回吧 正义之城才刚有起色 老头自我 还等他辉煌呢 七门灵蓝道 徐爷爷 你不跟我们回去 老头吃笑一声 大荒村挺好 真的挺好 我以前 没战死在海上 好容易才能安心的过下半生 小姐你舍得让我回去吗 七门灵蓝 有人可以照顾您 老头摇头 我就不给别人添麻烦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事要做 老头我也是 若将来有海妖 胆敢踏足大荒村 我还是提得动刀的 韩非微微一笑 挺好 老头笑看韩非一眼 是吧 你小子懂我 去吧 做你们自己的事情去 我等着看 后来的孩子们 并没有再见到 韩非和西门灵蓝 倒是韩非家门前的墓碑和桃树 成为了以后的圣地 常有人来观摩 离开了大荒村后 韩非和西门灵蓝只在正义之城待了三天 进行了一个城市规划上的安排 就再次出海了 12年后 正义之城外海域 一月飞林 船长 东方家的船只 他们似乎遇到了一只探索者境界的大妖 此刻正在交手 西门灵蓝目光冷 全体转行 抢了 一月此刻已经执法巅峰 冷笑道 这才过去了一二年而已 他们已经开始有动作了 屡次越界 特别是这两年 抢了我们很多资源 西门灵蓝道 这就是大族的个性 现在只是争抢资源 一旦等他们有足够的底气掠夺资源 内部的战争就会开始 韩非从一艘大黑船上掠来 淡淡道 正义之城已成规模 他们不过是想摘过石而已 内战最多动荡几年 但如今的正义之城已经今非昔比 一旦得手 只要维持现有模式不变 他们有几百年的时间 慢慢让人们淡忘复仇者号的存在 可 韩非身子微微一晃 看得西门灵蓝心里一抖 连忙道 你怎么样了 韩非摇头 没事 可能是剩余的某些记忆而已 西门灵蓝道 是不是 也有点压不住境界了 韩非微微一笑 还好 还成 等此事过后 我去十万大山一趟 找寿王瞧瞧 七门灵蓝点头 我跟你一起去 韩非白首 不用 复仇者号上不能无人 我去去就来 最多十天半月的功夫 另一头 巨浪滔天 刀光布满天穷 一个傍女正在与一个人类相互轰杀 嘿 尊者之战刚结束这才多少年 就赶来我人类疆域 你身上的这颗不错 我要了 那傍女无心念战 处于一种边战边退的情况 忽然间 那傍女大惊 收起手中长丝 直接闭壳 唰 然而 她迟了一步 一道黑光瞬间浮现 在傍壳闭壁合之前 冲了进去 而只听傍壳中 传出凄厉的叫声 不要吃我另一头 东方名神色大便 刀芒斩向虚空 迎着两抹弯刀轰击而去 卡擦 什么 高级探索者 西门凌兰 吼 白兽横空 东方名脑子一震 心念迅速闪过一个念头 王涵也来了 复仇者号到了 哗啦 一只巨大的雪影纱 数以千计的雪痕浮现半空 似乎在阻挡 韩非和西门凌兰 然而 他只是终极探索者 如何能是这样的人对手 韩非一记拔刀术 视如破竹 虚无知限直扣雪影纱 而已经是高级探索者的西门凌兰 更是化物 穿进了战局 双刃瞬间穿击东方名 扑 吃啦 东方名半个身体炸开 却利用雪影纱的这一挡 扛过了这一击 当然 结果他的天赋灵魂受死了 强者交战 本就转眼之间 何况他是被两大强者偷袭 东方名爆贺 西门凌兰 大族已经搬离 争夺资源也不用下杀手吧 韩非无尽水画刀 瞬间斩碎一片刚被东方名撕开的虚空 冷冷到越界必杀 近来多有正义之城传之消失 我看就是你干的 杀 韩非的声音 滚滚如雷 都能传出去上百公里远 吓得远处都没人敢靠近 王韩 你在挑拨战争 吼 回应他的还是一记百兽镇魂吼 当黑雾清袭 双方在战 东方名在无出声的机会 直接陨落 另一头 一月待人已经杀入了敌方大船 要一战拳肩 至于那棒女 小黑出手吞噬片刻 但韩非忽得感受到小黑危机 瞬间将小黑收了回来 哼 找死 韩非舍身拳印爆发 恐怖的能量一散出去 一拳将那棒女轰入海底 嗡 就在韩非准备继续出手的时候 有能量从唯一大学一散 让韩非身体微微一颤 七门凌蓝见此一幕 我来 你休息 韩非没在管 而是皱着眉头 他知道自己快压不住了 唉 到底还是撑不了多久了 第1144章 韩非的布局 复仇者号上 西门凌蓝解决掉那只重伤的棒女 立刻就赶了回来 西门凌蓝急切道 笨蛋 你怎么样 我刚感受到你体内能量暴动 是要突破了吗 韩非微微点头 现在战斗时 有点把控不住力量了 西门凌蓝神色一紧 那你暂时你还是不要战斗了 韩非摇头 我去一趟十万大山 你带复仇者号稍返航一些 绞心些 防止大族报复 讲必 他们现在已经得知消息了 西门凌蓝皱眉 真不要我去吗 你这辈子都没离开过我 韩非哭笑不得 合着 我自己一个人 会在半路被大鱼给叼走啊 西门凌蓝窃了一声 见韩非还能提 还是认真的说道 还有杨小高在船上 他也是探索者 能震得住 韩非摇头 初级探索者和高级探索者 完全是两个概念 放心 我很快回来 西门凌蓝终究还是无奈地点了点头 那你快点 半个月内如果没回来 我就去十万大山找你 韩非咧嘴一笑 行 韩非在复仇者号万里之外停了下来 脸庞冰寒 自己的实力 压不住多久了 一旦突破 自己必达巅峰 而且还是很强的那种 届时 神魂之伤 会彻底恢复 到时候 能不能将剩下那记忆恢复 还不知道 毕竟 似有大到限制存在 但是 这次突破 后果难料 万一自己真记起来了 在某些隐秘之下 自己有可能会直接被送离此方空间 此时的韩非不是说不想回去 而是有些事还要处理 等把这里的事情都安顿好了 他走得也安心 当然 即使突破了 也可能不会回去 但是韩非不能堵 韩非浮于半空 思考了足足两个时辰左右 这才转身往风暴海峡方向而去 射王谷 王寒小子 你终于舍得回来了 傻子 你怎么才高级执法径 小王寒 打架吗 我原六啊 这王吼道 都开去玩 徒儿 你跟围师过来 等宿下无人 射王第一句便是 你快压不住了 韩非点头 老师 快则一个月 慢则半年 我必然突破 这王吸了口气 如果强行封印的话 也有一定的作用 但是 你神魂有一保守护 这有点难啊 韩非道 老师 我这次来 并不是想继续压制修为的 我有一种预感 我可能要离开了 嗯 这王顿时眼睛瞪大 你找到越过时间长河的办法了 韩非心道 只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自己突破后 记忆完全恢复 不容于此间天地 一种就是时光界 不管是哪一种 自己这次突破 必然会出现问题 这种预感 很强烈 韩非微微摇头 说不准 只是有很强烈的预感 这王沉思了片刻 那你这回来 既然不是寻求封印的 那是为了什么 韩非谋中 闪过一丝决绝 我要布各局 希望老师届时能出手 什么局 韩非目光悠悠 徒尊 韩非分别去了巨人王城 邀直山脉 只是 这和巨人王他们都在沉睡 在恢复伤势 或许是知道韩非过来 但是并没有进行对话 韩非也只是行了礼 然后就离开了 身子那边 韩非并不熟 自然也就没去 这步 从来十万大山道离开 韩非只用了七天 这还是因为 韩非只有执法禁的原因 若是到了探索者境界 那穿行速度要比现在快了至少数倍 韩非不在的这段时间 西门玲瀾一直都坐在船头上 瞧手远望 等着呢 唰 韩非豁然出现 笑看着西门玲瀾道 回了 西门玲瀾猛然起身 瘦王怎么说 韩非咧嘴笑道 有点难度 但问题不大 老师给了我一门奇术 或许我可以直接破镜渡截 啊 西门玲瀾愣了一会儿 之前 苦苦压住那么久 现在就可以破镜了 而且 还是直接渡截 若是这般 岂不是说 韩非即将突破探索者境界了吗 西门玲瀾顿时大喜 连忙道 需要准备什么 韩非道 需要选一个渡截之地 我的渡截 可能比较麻烦 仅靠复仇者号可能不够 需要以地脉天势去布阵 西门玲瀾面色一紧 不竭还需要看地脉 哪里可以 韩非探道 本来 十万大山可以 以群山龙脉为阵 成天地势 可破此劫 但那样 势必会导致十万大山大损 所以 我得在海中找一处类似地脉的地方 西门玲瀾顿时眉头一皱 你是说 北方泥山海域 韩非点头 没错 西门玲瀾道 可那是释迦大族的地盘吧 韩非冷冷一哼 所有之地 都是正义之城的外海域 而且我的身份他们也知道 应该不敢对我出手 放心 此节一过 我的困境或许可以解脱 西门玲瀾私存了片刻 如果是自己去 弥山海域渡截 或许会出大问题 但是韩非 的确不同 四尊守徒 如果他渡截时 还敢有人动手脚 那就是挑衅十万大山了 如此一想 西门玲瀾点头 好 那就去 韩非咧嘴笑道 今天心情不错 你想吃什么 我给你做 西门玲瀾灿烂一笑 爆炒鱿鱼 好了 也是在韩非回来的时候 北方大族盘踞之地 有尊者忽然从前修中睁开双眼 疑 这王去黑石城干什么 海域之辽阔 船跟船相遇的概率是极低的 所以即便复仇者号到达了北方泥山海域的时候 也并未遇见大族船只 毕竟这里距离陆地还很远 属于深海区域 更多要担心的 其实是来自深海大腰的威胁 已经半个月过去 韩非游走于群山之间 布阵规划 整个复仇者号的人 都觉得韩非这次是真要破大劲了 有人道 你们说 韩率入探索者后 会有多强 有人摇头 想不出来啊 我估摸着 可能直接比肩高级探索者 也说不准 有人唏嘘道 那不至于吧 毕竟 还要越执法巅峰这一境呢 但不管怎么说 肯定能比肩终极探索者 杨小高审生道 现在 要担心的不是入探索者后有多强 而是天杰有多强 没看韩帅已经布阵半个月了吗 以群山为事 抵御天杰 泽泽 世上只怕只有韩帅 需要这般去肚结 有些人不禁问道 高爷 天杰真那么恐怖 你当初什么感受啊 杨小高摇头 什么感受 没有韩帅的船阵 我感觉自己都要被劈死了 你要问我什么感受 那种感觉 当真是恐怖啊 七门凌蓝喝道 都甭聊了 都保持高度警戒 一旦有大腰来袭 直接船阵全开 给我撞 众人一领 齐声喝道 是船长 砰 韩帅破水而出 看了复仇者号一眼 逼喝道 所有船 退远一点 我渡劫之时 不准进入五十里范围之内 七门凌蓝来到韩帅身边 不借用复仇者号吗 韩帅道 你忘了 我走的什么路了 既走无敌路 便是天杰 也是敌 待到是不可为 必须要用的时候 我还是会用的 你将复仇者号空出来 不要有人在上面即可 七门凌蓝感受到 韩帅言语 接纳极度的自信和霸气 可心里总不免担忧 只听韩帅道 记住了 千万不能进我的雷劫区域 否则 他不仅会轰你 我的天杰甚至还可能变得更强 七门凌蓝深吸了口气 好 不准出事 韩帅微微点头 放心 我于一个时辰后度节 你先回船上去 说完 韩帅直接往海面上一坐 七门凌蓝见状 只能退 这一刻 没有一个人比他更紧张 他知道 此节弱度 韩帅恐怕会强到一种 不可思议的地步 船上 杨小高大惊 船长 韩帅不要复仇者号吗 七门凌蓝微微摇头 你不用管 做好自己的事 而韩帅 心内微微一叹 什么度节 一切都只是编出来的而已 韩帅自己从未想过 真灵垂吊术的第六层 会在这种情况下去推演 他也在赌 但是他觉得自己有赌的资本 第六层推演 须得十亿灵气 声势必定害人而动荡 而且 根据虚空垂吊术历来的等级来看 这第六层虚空垂吊术 可达尊级神品 这是一个什么概念 尊级之上 就是屁海王静了 而炼妖狐目前最多能推演的就是尊级下品 虽然可以继续推演 但是会有损炼妖狐 韩帅依旧选择推演 是因为他知道第三根小藤在哪 自己也终将会得到 即便此番强行推演 炼妖狐有损 也应该在承受范围之内 大不了 以后再想办法弥补救世 而且 这次推演 也未必不是一次机会 按理说 第六层虚空垂吊术 至少是尊级攻法 最安全情况 就是到尊级再去推演 但是 韩非不可能真等到尊级 探索者境界其实也可以 而自己的体魄 可谓是达到了史上最巅峰强度了 在权力思维之下 可比肩中级探索者 当然可以一世 韩非没敢跟西门林兰叙叙叨叨 否则 一定会蹦出来一大堆 类似遗言一样的话 以西门林兰的个性 绝对会把握到这一点 所以 说 不如不说 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破镜跌峰之时 便是推演开始之际 两者相连 即便大到察觉 但推演已经开始 他总得让完成吧 半个时辰后 韩非身上明显有滚滚灵气 在爆发了 五十里外 所有人都紧张地看着海面之上 西门林兰手心全是汗 身体紧绷在那 面无表情 嗡嗡嗡 却到那海面之上 出现了一道又一道的漩涡 使得韩非仿佛置身于那漩涡之中 海量的灵气冲天而起 明显出一道道肉眼可见的灵气风暴 孤独 众人纷纷咽了口唾沫 这是开始了吗 这场面 也够骇然了 只是从高级执法者进入巅峰而已 动静就这么大 纳渡劫还不得把人给吓死 韩非是真在群山上布阵了 只是 除了灵气大阵外 还有各种杀阵 用以防止其他生灵的突袭 估摸着 要真的渡过去了 这山群恐怕也要也被轰他大半 也算是损了海族的一块宝地了 这次推演 也是一个机会 如果韩非顺利推演成功 一直到尊者尽 恐怕都不需要再为功法的事情发愁了 但海面上 韩非并未做布置 他要等 等大族出手 来破坏他肚结 在韩非的理想打算中 是功法推演成功 但必然重伤 若是世家大族来搞事情 准备破坏他肚结 那自己的局就成了 因为他们根本破不了 毕竟这不是真的杜结 届时 戴上时光戒 造成自己已经死了的局面 到时候 寿王出手屠尊 一切顺理成章 还能避开西门玲瀾的眼睛 另一种情况就是 大族并未出手 但他们不出手 就有用了吗 来民山海域杜结只是借口 只要自己不见了 或者莫了来一句大族害我 甭管那些世家大族 有没有真出手 这王也会出手 图不图不好说 再压大族百年应当不难 此番一切 都在韩非计划之中 他没在犹豫 一切在美好 自己终究不是这世界的人 离开千星城那么久 天知道那里发生了哪些变化 翁 十三道灵气龙卷 疯狂涌入韩非体内 周边能量 骤然一空 天地间 骤然变色 韩非心中一领 果然这个境界 是自己留在这世界的极限了吗 这还没推演呢 天地都变色了 搅拌个时辰后 卡擦 当清脆的破镜之声传来 天上轰猛一声 晴空乍响 推演 轰猛龙 那一瞬间 万里之内 风云骤变 黑云笼罩 天际处 雷霆连续乍响 爆裂不断 沧海之上 木涛拍击 巨浪叠起 西门凌兰等人全都屏息 震惊地看这一幕 这就是韩非杜劫之场景 几乎是同时间 人类三尊 几乎同时看向天穷 这是 杜劫 不对 大道轰鸣 刷刷刷 尊者同出 各大巅峰探索者也豁然抬头 天地变色 必有大事发生 这王站在未知海域之上 大道不容啊 这小子 到底干了什么 竟然引来天变 但这天变 似乎有点弱啊 仿佛在海面上空形成的超级漩涡 韩非几乎被包裹在灵气大检里面 但是 离得近的西门凌兰等人可以看见 那恐怖量的灵气 正以不可思议的速度 在没入韩非身体 空猛 一道雷霆毫无征兆披下 电弧将这如同黑夜般的虚空照亮 诡异的电弧 竟然还能在海面上跳动 形成了一个大圈 笼罩舒适里海域 达到了探索者境界 已经可以看见在那水花和虚空中 仿佛有一万道极小的电弧闪动 哼 韩非被一击轰得一山破碎 口鼻一血 身上电弧快速跳动 刷 神御术降临 韩非翻手间 数以千计的能量果出现 却在一瞬间化作鸡粉 哭 吞食之法发动 恐怖的能量 被韩非一口气吸入体内 空猛 卡卡 虚空再次被照亮 粗壮的雷霆 直接将韩非笼罩其中 雷霆刚欲消失 只听 轰轰轰一道又一道雷霆轰落 每次有雷霆轰落 都看得西门凌兰等人眼皮一跳 心头一震 有人惊呼 高爷 高爷 你不是说天杰就三道吗 这这这 这特娘的 都挤到了 杨小高爷猛了 看向西门凌兰 船长 这咋回事啊 天杰跟韩帅过不去了是吗 七门凌兰自己也猛了 这是杜劫 这是把人整死吧 一连三十余道雷霆轰落 似乎需要积攒力量 这才稍停一下 但那一刻 所有人看见 韩非浑身皮肤军裂 身上血肉模糊 恐怖的生机正在爆发 他们又看见千余能量果浮现 可随之就化成了鸡粉 只见韩非身上 血肉正在飞速生长 修复 虚空之上 三名尊者几乎不分先后 同时出现 三人相识一眼 是王涵那小子 他怎么跑明山海域来了 有人喝道 看阵势 他是借助明山海域阵势 想要杜劫 只是这天杰 为何触怒了大道规则 别急 这种天杰 闻所未闻 若是他被天杰轰杀 倒也不错 能引发这种程度的力量 这小子的天资 得妖孽到什么程度 怪不得十万大山 四孙要共收一个徒弟 七门天 目光冰冷 不行 此此不能度过此劫 否则 一旦他入道为尊 你我谁看敌手 有人当即道 寿王似乎有事去了黑石城 十万大山神子坐镇 要不要出手 另一尊者道 你们看这天势 根本没有停歇的意思 先看看 如果是有不成 再出手不迟 最好不要自己动手 否则寿王震怒 到时候别无法收场 哼 哪怕是得罪了寿王 也万万不可让此此度过天节 精明尊者心寒 韩非的霸道 他们是见过的 是大族为仇敌 一旦韩非成尊 大族哪来翻身之日 韩非不敢用秘法 先是战争之躯 配合吞袭之法 企图抵挡 但一轮轰击 明显扛不住 这才试图以不灭体的恐怖生机 对抗雷霆 好在 他资源很多 能量果不要钱一样往外丢 轰轰轰 一炷香后 韩非直接被批成了焦炭 若非能够感觉到韩非还有气息 西门凌兰他们早就崩溃了 这何止批了几道雷霆 这得批了几百道了 去空之上 西门天的目光冰冷 不能等了 这小子体魄惊人 身上资源无穷尽 若是给他撑过去 那还了得 有人道 别动 这小子在弥山海遇渡劫 会不会有深意 西门天道 哪有什么可能 这小子天劫如此恐怖 寿王若在 岂能不来 三人同时演算天机 只是 随即纷纷错愕 这小子周围天机紊乱 什么都算不出来啊 有人提议 一家出一个巅峰探索者 我们不是有尊级残骸吗 丢出去 以此为争端 届时各凭本事争夺 此次就算死了 也轮不到我们的身上 毕竟 这些尊者也个怀鬼胎 要是寿王暴怒 最好不要针对自己家 如果非要牵连 自己的责任能小上一点 也是好事 但是 无论如何 韩非都不能渡过此劫 这是他们的共识 别的不说 依着韩非的个性 在执法境 就敢明目张胆地 要挟尊者 真要让他渡劫成功 那还了得 所以 宁可得罪受亡 也绝不能让韩非渡过此劫 搅拌个时辰后 韩非身上的气息越来越弱 如果不是那还会崩碎的能量果和灵气的汇聚 西门凌兰都觉得 韩非可能渡不过这诡异天节了 此刻 雷霆披落开始变缓 所有人眼里都露出奇光 复仇者号那边 所有人都在大喝 韩帅 撑过去 韩帅 你是无敌的 韩帅 我们等你回来 继续驰骋大海 忽然 三道人影撕裂虚空 三人身披战一 持巨盾 以极快的速度 略向场中 西门凌兰怒吓 混账 王韩乃似遵守徒 你们若敢动他 必死无疑 西门凌兰直接冲杀而去 杨小高紧追其后 一群执法巅峰怒吼而出 特娘的 你们不想活了 韩帅你们也敢动 找死 大足魂求 助手 然而 三人中有人喝道 尊者残骸在此 我等不过正常争夺机缘而已 说着 有一道光线被砸入深海 韩非现在是真的气息奄奄 其实 自己还是该到了探索者境界 再去推演虚空锤 调数第六层的 这一次 消耗资源堪称恐怖 他感觉 有诡异的力量 真的试图在轰杀自己 若飞练妖狐急速的吞噬能力 就算有不灭体的生机 他恐怕也都撑不过这一关 此刻 眼瞧着大足强者来袭 没人知道那交叹之下的韩非 嘴角皮肉抖了一下 这一刻 一枚看似普通的戒指 忽然浮现 出现在韩非指尖 那一刻 本来只有婴儿手指大小的戒指 在接触韩非的那一刻 瞬息变大起来 轻刻间 变化成一个龙形戒指 套上了韩非的手指 卡卡卡 韩非及男帝扭头 血肉在撕裂 他看向那三名巅峰探索者 接男帝张开口 碰见此一幕 三人有些牙疼 王寒这小子什么意思 被劈傻了吗 轰猛 又一道雷霆轰落 雷霆将韩非裹在其中 韩非感觉 有力量在试图磨灭自己的生机 但是 他的指尖蓝光一闪 一个漩涡空洞出现 唰 众人只看见雷霆中 那人应该再扭曲 再变换 翁片声的这一道雷霆 似乎积蓄了一点力量 所以 持续时间烧涨了那么一丢丢 等雷霆消失 哪还有韩非的身影 海面上 只剩下大量如同黑碳般的血肉 吼 有怒吼 仿佛来自无尽苍穹 第1145章时光龙里 人族三大尊者脸色大变 有人喝道 不好 那小子死了 他坚持了那么久 怎么偏生在这一道雷霆下死了 你们三人 回来了 快回 西门天直接伸手 要将那三人抓回来 这时机 太特么巧合了 赤家大族这回 是怎么都洗刷不清了 他们是想阻止 韩非渡劫成功 但是 一旦阻止成功了 人心都是一样的 又怕兽王报复 毕竟 韩非四尊守徒的身份在那 尽管如此 此时 西门天仍然喝道 诸杀西门凌兰他们 然而 遥远的虚空中 兽王怒吼震荡 而等大族该死 敢杀我的徒弟 找死 最先出手的 不是兽王 而是神子 那个很少出现的家伙 神子一出 单手一握 虚空炸裂 三名巅峰探索者 轻刻肩被捏爆 蹲着 神子一把捞进海中 皱着眉头 三位 这一次 过分了 西门天喝道 菊 这是菊 砰 通天聚棒 破虚而出 直接砸向西门天 兽王出现 菊你个鱼头 老贼 老子只是出去几日 你们竟敢对我徒儿出手 是谁给你们的胆子 七门天见影通天 若非不局 你为何会来得这么快 吼 百兽虚影浮空 兽王阵天怒吼 老子乃伴亡 横渡虚空不过轻而易举 此节 我徒避过 若菲儿等动了手脚 怎么会出事 五大尊者 直接压碎空间 打进了虚空之中 七门凌蓝发疯了 感知一遍遍扫过 眼中胃流不止 不可能的 不可能 他怎么可能会死 他怎么可能会死呢 笨蛋 你出来 你出来 西门凌蓝一头扑进水中 他觉得是感知欺骗了他 虚空大手捞起那些枯碎的血肉残片 在泥山海域 找了足足一炷香时间 杨小高等人全都飙泪 特娘的 他们也不相信 韩帅竟然就这么死了 明明雷霆已经没了啊 明明此节 即将过去了啊 但是 天地变色 虚空震荡 似乎大战正在爆发 杨小高他们知道 连兽王这种级别的存在 都认为 韩帅死了 砰 七门凌蓝破水而出 手里抓着一只孙者围骨 那是大族为了破坏韩非突破的借口 此刻被西门凌蓝握在手中 杨小高 音乐等人纷纷汇聚 站在西门凌蓝身后 也不敢说话 他们都知道 别看西门凌蓝是城主 但是复仇者号上 真正掌握着绝对话语权的 是韩帅 这个打击太大了 他们生怕西门凌蓝发疯 可西门凌蓝却忽然说到 不对 他没死 这跟尊者谷没用 那几人虽进天节之中 可并未立刻引起天节变化 除非尊者出手 才有这等手段 在神不知鬼不觉地将他击杀 可尊者出手 寿王和神子不可能不知道 西门凌蓝忽然好奇 这一趟 韩非去十万大山 是干什么去了 还有寿王 为什么要让韩非压制境界 为什么要在泥山海域渡截 为什么一切看起来都那么巧合 砰 果然间 雪洒长空 两道流光骤线 然后消失 跟着 西门天拖着半截身躯出现 挡住惊天一棍 紧跟着 他的身影被一片红光包裹 想直接顿走 这王追了上去 神子却一步踏上海面 一直点穿虚空 西门天的本就重伤之躯 直接被轰爆 但下一刻 一道雪剑再次破空而去 神子并未追击 淡淡地看了西门凌蓝一眼 我搜遍乾坤 的确没发现他 解哀 神子只留了这么一句 他不适合演戏 所以只时候配合出手一下 便踏空而回 剩下就让兽王一个人眼吧 空猛龙 远空大战足足持续了半炷香时间 期间好几次天地变色 这王怒吼声响彻虚空 好好好 不曾料 你是家大族还藏有尊者 西门老贼 这仇我十万大山记住了 且给老子等着 百年后 等老谷和天晴他们商誉 我乔尔等如何挡我 这王回归 在距离西门凌蓝千米之外停留 杀意凛然 女娃 那座城你守着 这个仇 是十万大山的事 西门凌蓝倔强地看着兽王 他没死 我知道 这是一个局 这王前辈 请告诉我 他在哪 这王怒吼 老子哪知道 若那小子没死 老子能不知道 你个女娃 唉 本王说了 此仇本王汇报 西门凌蓝喊道 老师 他去十万大山和你说了什么 他为什么得压制境界 他到底是谁 嗡 这王一挥手 西门凌蓝身体一软 直接晕了过去 这王嗡嗡道 女娃魔障了 让他睡一觉 捉完 这王消失在这无尽沧海之上 只留下一月 杨小高等人 一脑子空白地站在海面上 韩非的意识并未丢失 他还知道给自己丢神玉树 足足过了半个时辰 他才缓缓睁开眼睛 而在这半个时辰中 自己似乎躺在冰凉的水面之上 当韩非睁开眼时 就看见一只大鱼正看着自己 瞅见韩非醒来 那大鱼才淡淡道 你醒了 时光前辈 眼前这条大鱼 正是时光龙里 这是韩非没有遇见的 他以为戴上时光剑 自己或许就能在理想宫醒来 韩非连忙看向四方 发现这似乎是一个蓝光大剑 韩非忙道 前辈 这是哪儿 时光龙里有些好奇的看着他 这里是时间缝隙 人类 倒是看不出来 你气运进如此深厚 韩非自动忽略了后半句话 心中已经时间缝隙 前辈 我来之前 那一战如何了 您知道吗 时光龙里淡淡道 以此间的时间 那一战已经过去半个月了 有个尊者重创 没有百年不可能恢复 倒是你 幸亏你还带着时光剑 否则以你刚才的状态 不仅会直接迷失在时间长河之中 你这句旧日之身可能还会被侵蚀 只剩下神魂 韩非吸了口气 旧日之身 时光龙里吃笑了一声 说起来 初见你时 我就有些疑惑 你的生命中 缺少了一段时间 此番 你的神魂误入时间长河 以干涉命运的方法 又勉强把生命中缺失的这段时间给补回来了 若你能带着这具肉身回去 它便会和你的本体融合 你就是一个完整的你 就不会再受天道法眼的注视 您懂了吗 韩非连连摇头 没懂 时光龙里眼皮翻了一下 似乎觉得韩非很笨 再次解释道 就是说 你是古人 又时便被人送过了时间长河 到达后世 所以 你缺少了一段时间历史 现在 你又将通过影响后世的办法 将这段时间补回来了 这样 你的人生才没有了缺憾 你现在的这具身体 和你以后的那具身体 都是你 所以 当两者相容 你便成功规避了历史 成了一个后世之人 韩非挠了脑脑袋 不是没懂 而是听懂了 虽然听懂了 但是他仍然一脸猛逼 我人生 就这么神奇 时光龙里吃笑 神奇 那是你根本不知道 有人花费了多大的代价 才能以这种方式 打破时间规则 算了 这是你的事情 既然你我该有此机缘 那我就帮你送回去吧 但是 你可欠我一个极大的人情 日后 必须对我儿好些 最好能满足我儿的一切需求 韩非忙道 等一下 嗯 韩非尴尬一笑 前辈 你竟然能遨游时间长河 能否让我看一下 那个女人 时光龙里 嗯了一声道 但只能隔着时光去看 你们已经不可能再见了 否则 我在出现 大道规则就该注意我 并试图抹杀我了 刷 随着时光龙里一甩尾 蓝色光简上出现一个画面 十万大山 瘦王鼓 袁大挠着屁股道 王 小玲兰已经在外面跪了半个月了 您真不见一下啊 袁三拎着棍子在摇摆 王 女娃也挺可怜的 您还是见一见吧 瘦王吼吼道 见什么见 最烦人类这种婆婆妈妈的感情了 那臭小子自己不说 局没做好 被看穿了 还想让老子保密 呸 本王说好了保密的 袁大道 王 要不 让他去找神子 这王眼睛一亮 对 让他去找神子 赶紧让他去 啪 袁大 被虚空中突然伸出的一只手 给拍在地上 拍出了一个大坑 这王咧嘴一笑 哈 神子啊 我说可以给那小子保密 你可没有 你就大拆不岔地跟着小玲瀾说一声 就完事了 韩非看到这 整个人都不好了 说亡你这也太不靠谱了 外面 新闻玲瀾还倔强地跪在地上 他看了韩非半辈子 说死就死了 显然不对劲 那天杰 之前那么厉害都没轰死韩非 也不能够在最后一道 就轰死他了 连尸骨都不见了 袁三举着大棒 走了出来 你这女娃 真是的 罢了 王让你去问神子 或许 神子可以回答你 西门玲瀾眼睛一亮 身体直接消失 片刻后 风雨雷鸣的高峰上 西门玲瀾 神子大人 西门玲瀾有时相寻 恳请一见 神子的声音 悠悠浮现 他不属于这个时代 这就是你要的答案 西门玲瀾一愣 硬着头皮道 神子大人 可否说清楚一点 玲瀾 没听懂 唉 神子声音悠悠 他来自千万年之后 只是机缘巧合 穿越了时间长河 来到此处 他 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西门玲瀾直接傻了 来自千万年之后 不是这个时代的人 顿时 他似乎明白了 即便韩非的意识苏醒 都从未跟他说过他的记忆 一次也没有 原来 竟如此离奇 怪不得 自己要生孩子 他就是不肯 他本想着时间还多 自己将来还有许多许多的时间 原来 他一早就知道 只是没告诉自己 这才给自己弄了个假死的局 西门玲瀾咬牙 神子大人 我 可以穿越时间长河吗 若你成王 或者王者之上 或许有机会透过时光 去看他一眼 讲过去 几乎不可能 你无法承受千万年的时光侵蚀 西门玲瀾沉默了许久 随手抹了把眼睛 那我就等 我努力活到他在的那个时代 唰 韩非眼前 所有的画面消失 时光龙里说道 你执念的 大概就是这个了 走吧 虽然时间缝隙可以带挺久 但并不代表你不会被时间腐蚀 韩非沉默片刻 微微点头 对着时光臂障 蓝蓝道 海盗齐里 有一书呢 第1146章暴徒学院的危机 理想公 韩非透过时光迷雾 看见了自己还躺在那儿的那具身体 他的感觉很古怪 自己现在 就有两具身体了 这怎么搞 时光龙里道 你自己出去 因为你始终都是你 所以旧日之身会崩碎 然后会融合 咦 这个地方有点古怪 原来如此 有人偷取了一段时间长河 怪不得你能跑到时间长河的另一头 也怪不得 那个时代的那个地方 大到压制那么弱 看来 你的来头不小啊 韩非的眼中 金光一闪 真是有人偷取了时间长河 时光龙里道 说是偷取 其实并不准确 只是 有人将这段时间长河给封印了 在某种意义上 隔绝了许多大道规则的影响 不过 奇怪的是 如果这人只是为了你而去封印时间长河的话 那此刻 应该已经解封了 怎么这封印还在 韩非心中一动 他忽然就明白了 这段时间 应该是老妈以某种手段封印的 为什么没法解封 自然还有别人要尽 如果说那人是谁 除了隐儿 还能有谁 可惜 隐儿现在阴阳两魂分离 阳魂和肉身还在那什么第六仙弓 自己还得想办法 去第六仙弓将隐儿找回来才行 不过 此刻 韩非没有那么多问题 韩非拱手道 多谢前辈此番搭救 我何时去找小时光 时光龙李淡淡道 不用你找 到时候 我儿子会去找你 说完 时光屏障打开 韩非再跟时光龙李道了一声谢 就跨了出去 刚一进入理想宫的迷雾之中 韩非豁然间 浑身剧痛无比 卡擦 卡擦 他感觉 自己全身的骨头在寸寸崩碎 连站都站不稳 直接扑倒在地 紧跟着 自己的血肉在融化 不过确实变成了点点金光 那种感觉 无法言喻 不过 此刻的亡寒之身 化作的金色光丽 继续被自己的肉身吸入 韩非知道 这就是所谓的旧日之身 和本尊的融合了 韩非的神魂 只坚持了数十夕时间 就和崩溃的肉身 融入了本尊体内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 反正有一段迷糊的时间 当韩非突然间 感觉自己彻底清醒的时候 一抹刺眼的阳光 忽然照射在自己的脸上 只不过 这阳光的温度 似乎有点不对头 有点高 等韩非一看 天空焦阳如火 热气蒸腾 他脑子里的第一反应是 自己出理想功了 也是 时光龙里送他肉身穿越时间长河 不可能是在理想功内 咯哒 韩非扭了一下脖子 立刻发出了咯咯哒哒的声音 嗯 执法巅峰 韩非整个人精神一震 自己竟然将王涵的实力 完完整整地给带了回来 正当韩非准备仔细看一下 自己现在的综合情况的时候 忽然听到有人惊呼 那 是不是韩非 韩非目光一扫 进而理想功外的人并不是很多 大概也就三百来人 不好 真的是韩非 他竟然没死 不是 他的境界 不是初级执法者了 有一名终级执法者 目光一明 不好 我看不透他了 此言一出 很多人心中大震 几个意思 如果不是彻底收敛了实力 那就是实力超出了终级执法者 邹邹就看见一下子 有四五十人操控掉周飞走了 十分急迫的样子 咦 似乎有点不对 韩非当即脸色一变 不好 忘了问时光龙里 自己这是过去多长时间了 别自己再轮回忠败了几十年 这里也过了几十年 那可就糟了 等等思 韩非倒吸了一口了气 因为时光蒙里前辈 是直接将自己送回了现实了 自己的记忆 竟然丝毫无损 一点没丢 忽然 有人快速冲了过来 韩非 你终于出来了 速回暴徒学院 韩非脸色变换 你是 那人道 我是洛家人 路上说 韩非翻手间 风神舟出现 这会儿 他并未用天虚神行术 此树一出 在千星城 肯定会有人发觉 到时候 半路惹来叶家人找麻烦 实属不妥 风神舟全速爆发 在天际 月出一道红影长痕 韩非脸色一正 迫切道 你先告诉我 现在是什么时候 那人愣了一下 明天就是天火节了 韩非 哪一年的天火节 哦不 你告诉我 我们进去了多久 那人似乎明白 韩非什么意思了 当即说道 你进去理想宫是挺久的 大概去了四十多天 韩非顿时松了口气 不过 他随即意识到 自己在轮回中 也待了四十多年 准确来说 应该有四八年了 不知道 这其中有没有关系 韩非道 暴徒学院怎么了 那人道 当初 第五威光和楚青年 一起出了理想宫 随即一下子出来了五十多人 可惜 那些人并没有记忆 你们也没有出来 所以 楚青年和外面约定 通过他进入理想宫的次数 来确定你们是否还活着 韩非当时 脸色就是一变 所以说 我被确认陨落了 那人点头 对 你被确认陨落了 所以 一时间 大族就对暴徒学院 做出了一系列打击 910一人坐镇暴徒学院 因为不敌被重创 韩非身上 顿时杀意涌现 谁 那人道 楚青年 韩非当即怒道 特么的 我要宰了这娘们 等等 任天飞 没有出手吗 那人苦笑 出手了 但是 任天飞只是分身出手 一具分身图了两尊巅峰探索者 然后被尊者出手给灭了 不过 910应该性命无忧 但是910家遭到了打击 本来 他们家就没落了 被楚门一逼 现在连家族都算不上了 韩非当即皱眉 是了 自己死了 谁敢救暴徒学院 指不定 那些大族就等着任天飞呢 毕竟 一切都只是楚青年的一面之词 老韩恐怕在观望 主要是老韩能掐会算的 自己死没死 以他的本事 他能掐不出来 老韩不出 光靠任天飞一人 想要护住暴徒学院 恐怕有点难 如果人家不好陷阱 等着他跳的话 他又不傻 当然不会跳啊 韩非连忙道 暴徒学院 现在什么情况 那人苦笑 小姐他们是陆续出来的 小姐第一个出来 那也是你们进去27天后了 在此期间 有人想直接抓去贵校的弟子 不过好在苏家和洛家 都有探索者出手 韩非深吸了口气 伤着眉 那人摇头 虽未伤着 但是暴徒学院藏书楼 被人打爆了 里面有部分新珠 被抢走了 韩非压抑道 新珠不会自毁 那人摇头 不会 新珠只是一种能量之物 醉了会重聚 所以 他们虽然解不开 藏书楼之谜 但也能抢取新珠 韩非心道 北魁江主要的新珠 都随身携带了 否则 后果不堪设想 只听那人道 不过 楚门也付出了代价 任天飞一连动用了三尊分身 抢洗楚门外部各据点 一连灭掉了三个依附楚门的家族 这才让楚门稍稍安稳一点 韩非顿时间 真想给任天飞这老头叫好 你动我一人 我虽不能念你满门 但你楚门家大业大 安能顾得四方周全 不过 韩非立刻道 小白出来了 现在什么情况 张璇玉和恶人狂呢 还有黎洛洛什么情况 那人道 恶人狂仅次于小姐一天就出来了 张璇玉是五天前刚出来的 因为小姐出来了 又碍于任天飞出手 所以现在就变成了正常挑战 但是 我家大人说了 这种局面不会平衡太久 大族对于部分小的牺牲 是可以接受的 只要能达到他们的目的 只是现在小姐只是宣称 你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些新珠 讲要的话 就得打赢他 这人继续道 小姐是觉醒了洛家神术 所以天交宝不论谁来 他都能战 但是 张璇玉和乐人狂也伤了 因为九战僵持 所以现在开始生死战了 从张璇玉回来那一天 一直打到现在 韩非没有说话 是家大族做事 还是那一套 就是欺软怕硬 如果不是任天飞爱着 他们肯定会直接拿人 不过 韩非非常迅速的就得出了结论 他们不是想跟小白他们要新珠 他们是想再图一次暴徒学院 同时 引任天飞出来 否则 小白他们早已经败了 韩非冷笑 所以此时此刻 他们之所以还没打赢 只是无想再杀一次任天飞而已 只要任天飞一死 他们就有足够的底气 去埋伏老韩了 废事是废事了点 但只要最终能达到目的 过程再复杂 那都算不得曲折 至于牺牲 喝 在尊者眼里 探索者死了算什么 这一次 在时光长河的另一头 韩非深刻认识到 那些尊者对探索者之死 其实根本不怎么在乎 所以 只要他们有机会入星宫 牺牲的代价再大都值得 至于海妖 他们恐怕并不在意 忽然 韩非想到 或许 这些世家大族都知道天道法眼的存在 觉得在阴阳天所属范围内 谁都没有成王的可能 海妖也不行 所以 他们才觉得 自己有的是时间去到先宫 寻找成王契机 就听那人道 那些大族 也曾试图派人去找你的肉身 但是都无功而返 韩非扯了扯嘴角 进去就躺了 还找我肉身 找到了 又能怎样 韩非面色一狠 走 杀回去 既然已经撕破脸了 那就撕 第1147章 我 回来了 暴徒学院门口 人山人海 灵直迷宫前面 破了很大的缺口 被开辟出一个半圆形的战场 只不过 此刻广场上正在进行激烈的战斗 属于执法径的战斗 五颜六色的灵直密布战场 攻击速度奇快 有些灵直 不比剑流刀润弱 从虚空到地面 到处都是 当然了 洛小白在墙 但也只是出击执法者 无法做到如韩非那样 直接跨越一个大境界去战斗 洛小白的极限是高级执法者 这还是在王霸玄咒的辅助之下 才做到的 目前 执法巅峰未出 围的就是在不枉 在许多人看来 没有韩非的暴徒学院 已经被吃得死死的了 围观的人中 有人传言 这洛家神术当真是恐怖 可惜 洛家实力不弱 否则这洛小白必然会被列为击杀的目标 有人回应 你以为是加大族不敢杀吗 洛家已经摆明了 不站在他们的那边 尊者他们都敢得罪 一个洛小白他们不敢杀 哼 这不过是在又敌罢了 呲 那人倒吸一口冷气 你是说 要狩猎尊者 那人点头 要不然 你以为这么多人打一个暴徒学院打不下来 你真当他们暴徒学院的几个学生是神呢 有人附和道 不错 910虽然修行速度极快 但不能说修行速度快就一定会强 张玄玉和乐人狂虽然足够厉害 但也不够 修行之路千万条 你看他俩现在还能站吗 余下的一个洛小白 撑不了多久 有人道 那既然是狩猎 咱们搁在这干嘛 万一 这真的发生尊者级战斗 咱们怕是连余威都挡不住吧 有人吃笑 尊者级战斗 能叫你看见 你把尊者当什么了 暴徒学院那边 租家有探索者 脸色严肃地看着这一切 他的身边 是苏达吉等五人 此刻 这五人正紧张地看着场中的战斗 一吸言怒吓 不要脸 咱们学院才几个人 他们来这么多人 朱达吉举着拳头 表情气鼓鼓 过分 朱三千 新月还有顾七三人 拳头紧握 顾七喊道 师姐加油 朱达吉几人的叫声 落在这苏家探索者的耳中 显得极为苦涩 难道 这一次果真是赌输了吗 这些人 都是天骄中的天骄啊 难道说 暴徒学院的强者 真的会放任 难道暴徒学院多年前的惨案 还会继续发生 常中 和落小白战斗的一名兵甲师 高级执法镜 身侧三柄血红的半月弯刀 发出清明之声 速度极快 因为日近天火节 所以刀锋锁过之处 虚空都被点燃 这就像是三只巨大的火轮 在疯狂的切割一切 只听那兵甲师冷笑道 落家神术是了不起 可是你的实力太弱了 出入执法镜 就算落家神术再厉害 又能如何 只要你们乖乖交出新珠 自不会有人在为难你们 落小白面无表情 冷冰冰道 休想 腰直神铺 落小白的身影 出现在虚空灵直的四面八方 天底间 仿佛形成了一个球龙 一根根藤蔓 如同刀剑 封锁战场 炙烈火凯 只听那兵甲师大笑一声 周身出现一层火焰龟甲 只听当当当 攻击声虽然密集 但每当那如剑林直攻击 倒置烈火凯的那一刻 如刚针斑的头部就会一软 这腰直神铺 看起来震撼无比 但是却无法建功 那兵甲师大笑 哈哈哈哈 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今日选择挑战吗 天火节将近 我的烈火原归 可以发挥出最强状态 至少 在今明两日 我实力堪比巅峰执法者 你如何是我的对手 火源喷熄 烈火如浪 骤然席卷整个腰直神铺 炙热的力量 轰得洛小白身体微微一颤 扑 洛小白吐了一口鲜血 腰直神铺迅速消失 不远处 孙武冷笑 洛小白 越境而战 你的灵气快撑不住了吧 这是境界上的压制 你若认输 交出新朱 尚可留你一命 楚清言淡淡笑道 洛小白 韩非已死 这件事我们都已经确认 不用再挣扎了 凭你 你护得助暴徒学院吗 小白 诡异的思腾出现 洛小白刚欲继续出手 背后忽然有声音传来 只见张璇玉出现在众人身后 脸色有些苍白 磕磕 张璇玉手持神兵 活动了一下身子鼓道 我来吧 论单挑 我才是最强的 杨南希举着大锤 指向张璇玉 你最强 你将我置于何地 李轩淡淡一笑 张璇玉 你这伤势好了吗 正好 我看了好几天 有些手痒 不如我们来个生死战如何 或然间 众人纷纷看向李轩 这一次 要跟张璇玉打生死战了 一旦张璇玉身允 这就代表着大族的逼迫又加强了一步 既然你任天飞不出来 那就先干掉一个 还不出来 那就再杀 张璇玉咬牙 好啊 看老子丹死你 夫君师兄 张璇玉美好气道 别乱叫 落小白皱眉 退下 张璇玉常棍往地上一顿 你说退就退 我不要面子的啊 我倒是要看看 就凭一个李轩 老子戳不死他 站在半空的兵甲师 忽然开口 张璇玉是吧 听说 现在暴徒学院你的单挑最强 不如我来会会你 哈哈 很多人发出了痴笑之声 单挑 那你也要看什么职业间的单挑 战魂师对上兵甲师 不是不能打 要么实力碾压 要么比谁更持久 毕竟你的攻击范围太小 事实上 没有哪个战魂师 可以完胜同镜兵甲师 哦不 张璇玉比人家差了一大截境界 在境界上也完全不匹配 张璇玉握紧长棍 特么的 你是觉得我张璇玉这么好打 那兵甲师淡淡道 那来打 生死战 我也可以打 张璇玉拎棍就要出去 发现脚下一掷 不知何时 已经被洛小白控住了 洛小白 还是我来 那兵甲师在校 洛小白 别白费力气了 别说 韩非不在 就是韩非在 又能如何 他也不过出入执法境 今日我可是执法巅峰 而等谁是敌手 嗡 这人正说话间 忽有长空掠影 那兵甲师猛然回头 三道火轮劈出 就看见一道琉璃光彩眨眼尖而过 还没等他看清楚呢 只觉得恐怖的力量落在自己胸口 炙烈火凯 倾刻而碎 卡擦 砰 却见那兵甲师 被一拳轰向天穷 一瞬间 四方皆惊 却见 那虚空中 一对琉璃双世在轻轻曝闪 楚青年大喝 不可能 你怎么可能还活着 呲 不是说死了吗 怎么会 那么多人确认了 他怎么还会活着 身后 洛小白长出了口气 忽然间身体就是一软 这些日子 他太累了 张玄玉惊呼 非 租家探索者 精神一阵 不过 他历时发现 疑 韩非的实力 怎么会是执法巅峰 一吸言大喊大叫 韩非师兄 你终于回来了 我就知道 你没死 足打挤握着拳头 眸中大放光彩 附和着一吸言的话 就知道没死 顾七高举双手 韩非师兄 韩非头也没回 淡淡地摆了摆手 抬头看向天空 听说你说话很狂 我来了 你准备好了吗 那人刚刚稳住身形 正准备退去 然而 韩非身体忽然消失在原地 直逼苍穹 执法 火海 砰 就看见一片炙热火海 瞬间炸裂 一道人引以肉眼不可查的速度 从天际处 直接砸向了地面 轰猛龙 金可奸 烟尘滚滚 有人大喝 韩非 你这是偷袭 有人反应过来 韩非 有种重新比过 然而 楚清延几人却是目光一缩 相视无语 不对 韩非的实力不对 这是执法巅峰 然而 这怎么可能 就算韩非并未陨落在理想宫中 但是他实力怎么可能提升这么多 直接从初期执法进 搜一下窜声到了执法巅峰 什么机缘能做到这等地步 杨南希直接大叫 不可能 这才两个月不到 你怎么可能已经执法巅峰 什么 呲 围观的无数大族子弟纷纷震惊 什么鬼 执法巅峰 开玩笑呢吧 韩非是执法巅峰 烟尘散尽 韩非在一个大坑中 他一脚踩在那浑身甲皱碎的跟瓷娃娃一样的兵甲师身上 韩非微微抬头 我也有点意外 为什么我从理想功出来后 会这么强呢 不过 这倒是件好事 说着 韩非悠悠说道 小白啊 有时候做事不需要那么冷静 在他们还不敢下杀手的时候 咱们为何不先动手呢 果然间 虚空中有力喝 韩非 你敢 扑斥 韩非脚下阵法凝现 一脚重重地踩了下去 直接将那兵甲师踩爆 抬手间 舍身拳印爆发 迎着那虚空跨出的人印大手 空谋 天穷炸裂 那探索者未曾料到 韩非已经强到了此等地步 他竟然立比探索者 自己也竟被轰退百米 孤独 无数人吞咽着唾沫 当众击杀大族添娇 韩非这时刚出来就疯了 阿回来的感觉 真好 韩非陡然表情一变 目光是雪 傲视众人 我回来了 欢迎而等送死 第1148章挑战你们全部 纯阳岛 暴徒学院门口 韩非一脚踢开脚下那 沾满血迹的冰甲盒 一步步从大坑中走了出来 那一刻的韩非 虽为身披肩甲 也为手持利刃 但就那一步步的身姿 就像是从王座上起身的君王 目光比拟 韩非 听说你们独我暴徒学院多日 重伤我愿多人 既然你们那么想杀我 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一起上 既分胜负 也决生死 我一人 挑你们所有 韩非声音不大 却荡漾出去很远 狂妄 大胆狂徒 你这是在找死 韩非 做人莫要太嚣张 只见韩非咧着嘴角 放声大笑 我嚣张 对 我是嚣张 那你们战不战 五 你们几个 要不要一起来 看你的实力应当很强 给你们一个来杀我的机会 然而 刚才韩非一拳击退探索者的那一幕 还印在众人的脑海中 这代表着 韩非在力量上 都能堪比探索者了 这也是韩非想要一人挑战他们 全部的底气 韩非的目光 落在楚清延挤人身上 这混 自己应该是不认识他们的 否则 自己能带着记忆出理想功的事情 可不就暴露了 张玄玉脸色大变 连忙传音 非 你先等货儿再挑 那几个 都是天交榜上的强者 这里天交榜强者 不下于五十个 咱不能挑 落小白传音 韩非 你刚出来 不清楚情况 先喝退他们就行 呃呼的 就看一胖子从传送阵里钻出 只看见恶人狂瘸着腿 肿着脸 似乎声味俱下 非 你终于回来了 韩非嘴角扯了扯 这死胖子 怎么搞成这个德行 紧跟着恶人狂一起出来的 还有夏日天 这活嗦的一下 就窜到了韩非身边 贴着韩非的腿边蹭来蹭去 韩非没空搭理夏日天 心念一动 直接把他给收了回来 一念之中 夏日天似乎还在说 主人 你怎么才回来 韩非背对着落小白几人 摇了摇头 看都没看空中那探索者一眼 世家大族的人 我杀了 你们不想报仇吗 呵 所谓的天交榜强者 大族子弟 都这么耸吗 让你们一群人 打我一个 都不敢 真是一群废物 混账 你说什么 韩非绩效的看了眼 说话那人 然后环视一圈 我说 你们有一个算一个 什么大族天交 什么天交榜强者 全都是废物 啊 最先耐不住的就是杨南希 被韩非如此讥讽 当时就暴怒 举着大锤 怒喝道 韩非 你在找死 不少人脸色巨变 韩非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哼 天穷上 那探索者冷冷一哼 执法巅峰 动用秘法 能见我一击 不算什么 啪啪 韩非撒人一笑 拍了拍手 得 没想到连探索者 也是嘴上功夫 嘖嘖 只见韩非面色突变 争鸣一吼 一句话 你们打不打 不打 就给老子滚 以后 我暴徒学院路过的地方 你们这群废物 就给我躲着走 孤独 略人狂咽了口唾沫 难难道 啥时候 我也能像非这样 气势十足啊 洛小白皱眉 韩非的实力变强了 为什么会变强这么多 他在理想宫里待了那么久的时间 难道是遇到了什么特别的奇遇了 这一刻 不仅仅落小白是这么想的 这里所有人都是这么想的 孤见孙武站了出来 阴浪滚滚而来 别被他给唬住了 区区执法巅峰而已 这里执法巅峰 强者不下于三十人 何惧他一人 更何况 就算韩非有逆天大运 区区两个月不到 实力就增强如此之多 境界必定不稳 孙武见没人动 就连杨南希都在思考 他不得不站出来 原因是他学着楚青年的办法 连续数次进入理想宫 想以次数去判断一件事 他想知道 孙武到底是不是 韩非杀的 结果答案清晰可见 曹丘所言 尽是虚假 韩非歪着头 看了一眼 当即手指孙武 怎么着 这里这么多的所谓天骄 难道还没一个娘们 只有胆子 就你们这群夯货 还特娘的跟我暴徒学院叫板 尽不信我一只手 捏死你们 张玄玉的嘴角扯了扯 看向若小白 小白 你说非这到底 是装的还是真敢啊 若小白瞪了张玄玉一眼 这里能听见你说话的 不在少数 你心里没点数吗 租家老者的声音 在韩非脑海响起 韩非 莫要真弄得不可收拾了 你寄回来 局势或许还能回归到先前的平衡 韩非目光一冷 心说平衡 呵 西门林兰说的对 大族统治一成 寻常人根本没有翻身的机会 即便千兴城表面上看起来极其繁华 但那又如何 千兴城越繁华 就说明大族积攒的底蕴就越多 而且 通过轮回魂境的经历 韩非知道所谓大族 不过就是一群欺软怕硬的货色而已 如果此刻十万大山的四孙在此 什么楚门 孙家 谁敢造次 只见楚清延眼睛一亮 他当即传音众人 诸位 哪怕韩非变强又如何 清朱必然在他身上 难道你们真以为 他一人可敌我们这么多人 只要新朱到手 手段算什么 楚清延当即身先士卒 一步踏出 战 他不记得理想宫里发生了什么事情 但是理想宫中 自己绝对是和韩非战斗过的 不仅仅是自己 这里很多人都曾和韩非战斗过 韩非此刻 所谓的执法巅峰 在他看来太虚了 按照正常道理来说 千兴成从未有一人说进了理想宫 出来后 实力直接飙升三个小径 横跨八九级的 杨南西我锤出列 战 我要打碎他的鱼牙 战 打就打 好多年没听过这么无理的要求了 嘿 这么多人 我能怕了他 天上 那探索者眉头微皱 刚才 自己出手的那一抓 用的力量太小了 还没能测过韩非的实力来 不过 就感觉来看 韩非似乎的确有执法巅峰的实力 但是 他也不认为 韩非能一个人挑战这么多执法巅峰强者 是加大族各大天骄 岂是说败就败的 至于韩非当众得杀了谁 管他呢 只要当下大族天骄联手而胜之 谁还会去计较这个事 那会儿 都开始争心朱了 一两个人的牺牲 也是正常的 韩非咧嘴道 还真来啊 则 那就是事 难不成 你们还真敢杀我不成 韩非显得退缩了一点 其实不过是以退为进 又敌而已 从理想公出来 韩非就全速赶回了暴徒学院 但是 理想公外那些大族之人 得先回一趟祖宗 那么 其实自己是占了一个先机的 只要自己速度够快 可以直接斩杀一批 洛小白喝道 韩非 韩非白手 示意洛小白不要说了 只看见韩非双手中 忽然出现了两柄战争之锤 周身气浪滚滚 来 今日好叫你们知道 我暴徒学院的强大 呼啦 韩非身影 直掠天际 洛小白等人 跟着升空 足打几一只手 拉着苏家探索者 似乎想要探索者 带他们上去看 然而 苏家老者道 那是执法之战 就算给你们看 你们肉眼都看不见 等着 天穷之上 韩非双翅一盏 怎么着 只有四十七人身战吗 你们是看不起我暴徒学院 还是看不起我韩非 亦或是你们大族没人了 吼 棍杖 我也来战你 等我 我要宰了你 顿时间 又有三十多人升空 实在是韩非太狂了 你就算执法巅峰了又如何 执法巅峰 就以为自己无敌了吗 韩非节节一笑 还有没有了 韩非此刻 血液沸腾 他真的很想好好打一架 自打他在轮回秘境 恢复了记忆之后 心里就压着莫名的怒火 他需要发泄 韩非低吼一声 没了吗 看来 所谓大族天骄也不多吗 竟然连一百人都没有 废话 我要打抱你 杨南希大河一声 去捶横空 当即出手 韩非咧嘴一笑 节节 小白 记得抓人 嗡 就看见韩非的身影 直接消失的 无影无踪 速度之快 让杨南希一众人 直接就猛逼了 资裂虚空都特么 没这么快的吧 天空 那探索者忽然喝道 不好 都退 然而 韩非可并没有准备真的去隐藏什么 天须神行术 磨变 风之鬼速 同时发动 速度即可秒杀叶加铜镜 添焦好几倍 扑吃 举着双锤的杨南希 忽然觉得双臂无力 再一看 自己的双手呢 为什么飞出去了 东卡擦 就听见杨南希骨骼断裂 鲜血狂奔 半边身子 都在疯狂飙雪 被砸向洛小白那边 洛小白猛了一下 立刻照出虚空藤蔓和白肿腰直 直接将杨南希扣住 咚咚咚 就看见漫天都是虚空锤影 能量旋风在高空流转 战争之躯 可以急速从虚空中摄取能量 这就是曹家不传之秘 自己会了 此等战法之下 配合百战神锤 那力量何其恐怖 砰 就看见虚空中 像是放烟花一般 爆出一团又一团的血雾 那场景 尾石下呆了无数人 那不是铁头鱼啊 那都是一个又一个 爆开的大足天交 第149章图探索者 嘶 所有没参战的人都看猛了 纷纷倒吸了一口冷气 比如苏家那名探索者 眼睛瞪的老大 师生道 怎么可能 还有很多没参战 只是围观的前吊者 执法者 这会儿全猛了 不是 我特么是不是眼睛花了 呆 韩非小贼 助手 那探索者横空出手 然而 韩非嘴角微微勾起 根本没管他 区区一个初级巅峰探索者 等老子先弄死这群人 然后就捶抱你 不好 韩非偷学了我叶家秘书 快跑 一名叶家执法巅峰的强者 高呼一声 然而 下一刻 他的眼前就是一花 一个去捶 已经碾到他的脸上了 生死一瞬间的时候 这名叶家添焦震惊 韩非怎么会天虚神行术 只是短短一息时间 以韩非的实力和速度 即便有人法则开启 也已经扛不住百战神锤 特别是 韩非还有虚无支线 还有重力法则 说实迟 那时快 天穷之上 似乎有无数个韩非的身影 天空中 一团团雪雾爆发的同时 李轩被一锤轰爆双臂 胸口被冻穿 直接飞向洛小白那边 尊武下半截身躯被轰爆 只是 韩非并未放过此人 刀忙掠过 左卫大足天骄 直接伸手一触 张明昆的胸口 直接被砸到塌陷 左卫的张家户体术 连一道锤影 都无法挡住 在恶人狂 张玄玉 洛小白三人几乎傻眼的目光中 就看见一个又一个人 被丢了过来 转眼间就丢了 二十三个 剩下的 全都成了一团雪雾 不论大规虚影护体 还是由不死印加深 全都无效 甚至说 不死印对于现在的韩非来说 几乎已经没用了 因为他的速度 快到他们根本无法用出不死印 若是封印在体内的不死印 在虚无支线扣住的那一刻 直接就能将这道印记给屏蔽掉 楚青年早就色变 若非他掌握一丝时间法则 根本不可能挡住韩非几次轰击 可只是挨了五锤 楚青年就震惊地发现 周围没人了 只剩下自己一个 黑 韩非身影在虚空闪烁 然而 那探索者已经挡在了楚青年的身前 厚 贼子 你该死 只是 即便他已经看见了韩非身影 但是虚空一晃 两柄巨锤轰软砸下 轰某 轰 这一次 那探索者是真的在全力抵挡 韩非的实力有问题 自己一开始没看出来 导致如此多天骄陨落 这个责任 他扛不住 然而 双锤之上的巨大力量 直接将其轰飞出去三千多米 楚青年大金 韩非 若杀我 平衡力时打破 去特娘的平衡 韩非手中双锤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血之哀伤 助手 去空中 有人钻出 韩非有些讶异 怎么来得这么快 不应该刚刚出发吗 就算是探索者 也不该一下子横穿半座千星城啊 只是 韩非并未停手 刷 一抹耀眼的荧光 在天空中闪过 只看楚青年一口鲜血喷出 周围空间一扭 韩非那一件竟然变缓 然而 下一刻 韩非的身影出现在楚青年身后 论空间之术 早已对斗转心仪之术 驾轻就熟的韩非 比楚青年那好容易才施展出来的时光秘法 强大得多 扑痴 就看见楚青年的大长腿 骑骑断裂 血洒长空 因为对方已有探索者前来 所以韩非也来不及过多的思考 他的第一反应是击杀楚青年 但是 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 他就知道不对 楚青年才是这群人中最有价值的一个人 自己现在干掉了楚青年 跟谁家去要好处去 空 楚青年只觉全身骨头都断了 那一瞬 他从心底乃至灵魂 都在颤抖 这到底是怎样一个存在 别说楚青年在颤抖 正在抓人的洛小白 都有些颤抖了 之前 这群人堵住暴徒学院如此之久 打到自己都快撑不住了 然而 韩非一回来 强势出手 几乎瞬间清场 除了巅峰执法者 其余全数吐灭 找死 巨空大手 横跨天穷 朝韩非拍来 下方 苏家老者当即出手 然而 他慢了 韩非目光微微一眯 终极探索者 韩非当即冷笑 是自己膨胀了吗 什么时候 一个终极探索者 也敢在自己面前嚣张了 吼 百兽阵魂吼爆发 朗朗晴空 热气蒸腾之下 天空浮现一向 百兽横空 撕天裂地 就看见那终极探索者 身体已将 在那一瞬间 虚无知线全部扣了上去 韩非也没空去查探自己此刻的神魂 到底有多强 反正 扣上去再说 跟着 血之哀伤 瞬间抽空韩非体内的灵气 跟着 一抹通天彻底的剑芒 仿若开天大事 直接将此人劈成两半 其实 虽然 虽然 韩非可以力敌终极探索者 但绝对没有这么轻松 韩非之所以这次轻易得手 无非是因为此人太过轻敌了 以为一张虚空大手 就能将自己给拿捏住 谁能料到 韩非先是阵魂 跟着虚无知线操控 第三步一剑就将他给撕了 这一切 都太快了 张璇玉震惊 卧槽 略人狂脸颊狂颤 我低喊神呐 然而 韩非战斗的速度实在太快 张璇玉也只来得及 喊出这么一句 苏家探索者出手到一半 发现对方的探索者 已经死了 那正在破空而来的初级探索者 当时就尿了 连忙想要撕裂虚空 讲走 我同意了吗 都转心于知数发动 韩非骤然间 就出现在那人身边 只是那人的反应速度也极快 竟然率先发出了灵魂冲击 韩非只觉头皮一麻 但浑然不顾 开口再吼 百兽提他虚空 怒吼震天 助手 这一次 一连三人撕裂虚空而来 其中 就有高级探索者 韩非单手一身 直接插入这初级探索者的胸口 无尽水尽数灌入他的体内 同时吼道 欲无疾 越人狂一个机灵 当即撑开欲无疾 护住几方所有人 轰猛龙 犹如核弹爆炸 天空中出现了一朵蘑菇云 在爆炸出现的那一刻 韩非已经出现在了欲无疾之中 同一时间 脚下阵法突突突的冒出 可惜 大盘归阵没不好 只来得及不下五层盘归阵 剧烈爆炸的威力 就震荡了过来 卡卡卡 盘归阵一隧到底 欲无疾足足支撑了两膝 众人在天空中翻滚出去数千米 这才停下 去空中 传来怒吼 韩非小贼 你在找死 韩非喝道 大足恶徒 而等天交在我手上 还特娘的不给小爷我束手就擒 说完 韩非伸手 无尽水回归 而银血刀 已经架在了楚青年的脖子上 笛狠 哥们我现在 啥阵仗没见过 尊者都得给我好好说话 当着尊者的面 小爷我都敢宰人 几个探索者 算个球 孤独 无尽水爆炸的那一刻 足有数百前吊者 在这恐怖的爆炸中直接被碾碎 看戏 那也得有命看才行 韩非最后那一下 是故意的 他就是想干掉一批大足子弟 韩非之所以不怕误伤他人 当然是因为寻常人 根本不敢参与到世家大足和暴徒学院的争斗中来 所以 韩非很确认 怕是一个错杀的都没有 至于所谓的平衡 并不是被一步步的压制 一步步的紧逼 一步步的布局 大不了 老韩和任天飞同时出手 自己还有一枚截天纸 到时候可以拼一下 将老头和白老头 不可能做事 而且 暴徒学院肯定还有底牌 玩狠的 攒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大不了 到时候 让任天飞和老韩带着大家一起跑路 这一战 方圆五十里被碾平了 满目疮痍 韩非等人落地 恶人狂颤抖道 飞啊 你 是不是被人给夺射了啊 呸 你才给人夺射了呢 孤独 张玄玉也咽了口唾沫 那那那 那你 你都能图探索者了 月人狂补充道 刚才咋回事 我也没看明白啊 就看见一探索者 刷一下 就变两半了 洛小白胸口起伏 震惊地看着韩非 这家伙 到底在理想宫里得了什么机缘 短短两个月不到 这是要逆天了 是不是再给你两月 你就成亡了 韩非淡淡道 苏老前辈 麻烦将打击他们带去后山 苏老成都傻了 二话不说 卷起苏打击他们 直接撕开虚空跑了 眼前这一幕 是个人都不可能想象得到 你说韩非执法巅峰了 可以用机缘去解释 你说韩非以一挑白 我骗骗自己 可用天赋去解释 然而 你特么说韩非短短两个月不到 从一个前吊者巅峰 都到了可以屠戮探索者的地步了 我得给自己编什么理由 才能让自己 相信这不是个谎言 第1150张拳凭一张嘴 从南吹到北 却道 在那风波散尽之时 前后共五尊探索者 从虚空中走出 当他们看见这一幕的时候 当时就到吸了一口气 这特么 是发生了探索者之战了吗 接来的那三名探索者 脸色已经难看到了几点 自家的子弟死了一片 两名探索者在他们眼前陨落 叫他们如何能不惊 有人当即大怒 韩非 而敢屠戮我大祖子弟 韩非目光很利 就允许你们大祖子弟 堵在我暴徒学院门口 重创我暴徒学院师生 那人低喝了一声 小子 速速放人 否则 休怪我今日图了你暴徒学院 砰 然而 此话音刚落 天穷炸裂 风云色变 一道人影撕裂虚空 韩非一看 或 这不是任天飞那老家伙吗 韩非当即笑道 或 前辈 您来了啊 任天飞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你在下面杀的爽了 知不知道老子本尊差点没跑掉 跟三名尊者战了一场 否则 你真以为 自己能在下面吐露 韩非文言 神色微变 连道 好好好 你们是家大祖果然好手段 我打破平衡 你们在这埋伏尊者 呵 早知道 我就在杀一些 哼 就看见一片白雾 笼罩周围数百里 然后 虚空中 才有声音飘荡而出 韩非小儿 你是觉得韩关叔是你父亲 就真的无人敢动你 韩非昂着脑袋 丝毫不怂 你要想象一下 动我的代价 若你动我 三级雨场龙船的收益 你们要不要了 从今往后 是家大族之人 谁敢再去不可知之地 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 少年那家伙 一大把年纪了 做事想想清楚后果 任天飞丑了 韩非一眼 扎八嘴道 你小子 倒是挺会说的啊 任天飞哈哈一笑 只来了三个尊者 就想埋伏我 忘了当年 老子是怎么打进千辛城的了 有尊者声音淡默道 屠如我大族如此多人 暴徒学院不可能不付出代价 交出暴徒学院的新朱 此事当可缓和 今日 若不交新朱 除非你任天飞本尊再来 否则 暴徒学院除韩非此人 恐怕都得死 扑痴 阿就看见韩非刷的一刀 直接斩断了 楚清延的胳膊 威胁我 楚清延满脸惊恐 韩非就是个疯子 他是真的敢杀 只听楚清延叫道 老祖救我 韩非面露狠色 救你 今天我俘虏的所有人 一人价值一柄极品神兵 零全百万 钱到娇人 我手里这个 得额外加零全百万金 零果十万枚 不给就私票 任天飞再次看了韩非一眼 这小子真能宰 不过 你是不是没分清楚在跟谁说话 任天飞补充道 你们想不想知道 我的本尊去了哪 说不定 我找上你们哪家大族去了 所以 此刻 谁敢出手 那就直接翻脸吧 我能杀入千兴城两次 就能杀第三次 韩非早已悄悄在楚清延等人身上 挂了一根虚无之线 而且 截天只随时都准备发动 即便尊者看出来 那又如何 在他们压迫暴徒学院的时候 这脸就已经准备撕破了 所谓的平衡关系 只是双方的实力相当 酷有忌惮 才会产生 只要任天飞不死 老韩在外 这所谓的平衡就一直在 破不破 就看世家大族敢不敢拼 越来越多的探索者赶来 但是此刻并未轻举妄动 纷纷看着天穷 现在连尊者都出手了 他们只能耐心等待 有声音道 任天飞 你有没有想过 若是我们此时拿下韩非 终归是能找到新珠的 新珠到手 你觉得 我们世家大族真的会怕 呵 不等任天飞说话 韩非手指天穷 你们就那么确定 暴徒学院的新珠里 有你们想找的东西 你们应该不全是楚门的吧 那你们知道 楚门为什么一直想要找新珠吗 嗡 卡擦 有诡异的力量压迫空间 韩非的手指断了 不过 任天飞出手 快速地护住了韩非 任天飞喝道 楚门王 堂堂尊者 对小辈动手 脸还在吗 唰 神御术降临 韩非面无表情地将手指给掰了回去 只听韩非冷笑 我我几乎可以肯定 楚门是不会告诉你们的 他们并不是在找新珠 他们是在找一个人 哼 狡诈小儿 信口雌黄 天空中 雷音阵阵 看来这什么楚门王怒了 韩非心中已有盘算 小词的事情 其他大族真会知道吗 韩非笑道 楚老贼 话都不让我说 你心虚了吗 你楚门怎么崛起的 你们自己忘了 难道其他个大家族 都没有怀疑过 远处 有声音有远极近 楚兄 让我们听听何妨 任天飞皱眉 又来了一个 你小子心里有数吗 韩非傲然道 事情 都闹到这地步了 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你们这些尊者 巅峰探索者 想要知道的 无非就是去先攻的办法 这事 我今儿摆在明面上 而等期我暴徒学院 那你们 就给我把这事给听完 一时间 所有探索者 包括楚清炎等人 包括洛小白他们 不光全都落在了韩非身上 韩非不慌不忙道 楚门之崛起 不过是偷袭了一名先攻强者 从他身上获取了机缘而已 因为获得了机缘 所以楚门都以为 这人能帮他们入先攻 能够让他们成王 翁 有声音荡漾 楚兄 此话当真 楚门王没有正面回应 而是沈生道 新朱到手 儿等也可以看 毕竟是尊者级的存在 不会因为一个欺骗的行为就翻脸 既然楚门王承认 也许诺共叛 这就已经够了 然而 韩非冷猛一笑 吴 楚老贼 我问你一个问题 若是那人真的可以回去先攻 你们以为我暴徒学院干什么吃的 会把机缘留给那你们 楚门王声音淡漠 小子 你以为你暴徒学院真能回得了千星城 韩非吃笑 能不能 暂且不说 我就问你们 你们真的觉得 去了先攻就能成王 那么 我现在告诉你们 暴徒学院的新朱都说了什么 有人悠悠道 哦 你愿意说 我们倒是可以听听 韩非不紧不慢道 那就说你们最想听的是 你们知道什么是王者 成天地之气韵 可定顶一足 此间天地 受到天道法眼注视 大道被阻 所以 在千星城 你们根本不可能成王 于是 你们将目光投向了先攻 有人淡淡一笑 看来 你果然是气韵加深 知道的不少 韩非撇嘴 但是 你们有没有想过 千攻若是也被天道法眼 注视着呢 去空中 微微震颤 只有任天飞老神在在 有尊者哼了一声 我等都不知道的事情 你能知道 却听任天飞忽然开口 你们不知道 我知道啊 我还去过 韩非笑道 瞧 不是你们强 你们就全知全能 任前辈不懈跟你们说 我却可以给出一些线索 只听韩非继续道 说一句你们不知道的事 知道为什么千星城 坐拥三十六镇吗 有人开口 为何 韩非咧嘴一笑 因为仙宫有三十六座 不然你们以为这个数字怎么来的 有尊者淡淡道 你继续 洛小白和张玄玉 他们看着韩非 眼神都变了 这都是从哪出来的消息 韩非冷笑 还记得我刚才说的话吗 一王可定鼎一足 同一片天空下 能诞生一王已实属难得了 你们就没想过 就算你们都可以登临仙宫 你们谁能成王 你们愿意哪个成王 过了许久 有人开口 届时 可再有何计 韩非吃笑 何计 姐不说你们能不能成王 你们看看任前辈 就知道了 不是去过先公的 就能成王 你们可以想想 一旦你们其中有人成王 与者如何 会让其他人活 见没人说话 韩非淡淡道 或许你们会说 与者臣服即可 但是 你们别忘了 就算你们其中一人成王 你们还要面对天道法眼 上有天道法眼 下有诸尊虎事 我就问你们 现在给你们成王之机 你们敢成王吗 韩非老神在在 这就叫信息不对称 虽然自己对先公 基本上也是一无所知 但是 这并不妨碍自己吹鱼 只听韩非道 我都不消说 先公有没有王者存在 就算没有 一旦成王 与者皆死 成王了 一人可定一族 大不了 重新培养尊者即可 所以 你们愿意 谁家的尊者成王 五 主门一开始 就知道其中的一些内幕 为此 他们准备了千万年 你们就不担心 哼 不要听这小子威严耸听 进口胡周 不过是为了分化我等 哈哈哈哈 韩非大笑 我分化你们 世家大族 需要我去分化吗 你们自己什么样 自己心里就没点数 优优独的 究竟